谁即将狂热地追求你? 哈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夏恩心灵塔罗 也许世界上有五千朵和你一样的花 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 繁花总会怒放,属于你的宠溺终于来临 我们来通过塔罗的能量看一下 即将狂热追求你的人是谁? 会给到你怎样炙热的浪漫? 你们的感情故事如何开始? 祝福大家心中所想,节能如愿 点赞领取好运哦 那桌面上可以看到有三个选项 从左到右分别是我们的第一组 第二组,第三组 这失牌仅仅是给大家做选择的 不具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所以放轻松选择吧 接下来请静下心来 用直觉去感受这三张牌 选择出跟自己最有连接的一组 如果对两组都有连接 那就可以都看 不需要着急哦 选好以后 就可以和我一起进入到抽牌解牌环节 我们等一下见 哈喽 第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大家所选到的指示牌卡就是这一张 我们先将它放到一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抽牌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朋友 你们当下的状态是如何的 抽三张验证牌卡来看看哦 如果符合到大家讯息 大家可以做事继续往后面去看 然后第一张牌的话呢 是审判牌 代表重生的能量啊 会有一部分朋友的话呢 可能刚刚结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离开了一个过去的人事物 然后走向新的开始 会给到我是这样一种感觉在 然后还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的工作啊 是可以去 就是在工作当中的话呢 比较具有发言权 是可以决定一些事情的一个黑与白的 那可能的话呢 你的工作也会和法律相关 然后还会和一些就是说 公司的决策层相关这样的一个职业 另外一个审判牌的话呢 我们第一组朋友感情层面当中 容易出现不顺利的情况 就是即使你在工作当中啊 生活当中是属于非常理性的 然后能够去从容面对很多复杂的事情 可是会有一些感情 那么一段感情 它好像是很难你用常理去解释 因为它会类似于一个业力课题的元素 那么的话呢 就是当你想要去完成这个事情 就是把这个感情问题 你觉得说太复杂了 我不想继续了 但是的话呢 你理智上知道要结束的时候 你的感性这一层面的话呢 却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一个思绪啊 就是这一组朋友的话呢 之前有在还过感情债 然后这一张牌的话呢 说我们保健七 保健七的话呢 这组朋友多多少少 就是属于那种说 魅惑气息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看起来的话呢 可能看起来就是这种 非常成熟有魅力的人 然后你可能给人感觉是那种说 心里想的是很复杂呀 看起来可能是非常精明啊 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心里的一个 想的事情特别的全面 但是其实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是一个 保灭意识的傻白甜 就是心思其实很简单的 只是外在看起来的话 具有高冷气息而已 另外一个保健七的话呢 这一组朋友生气的时候 你会是有一种说是 有一点小冲动 可能是报复性的消费 报复性的饮食 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 那或者是有的时候 是因为压力太大 会有一种说是 会有一种说是 不顾实际的去做一些事情 事后又会觉得说有点后悔 但是的话呢 这像是你习惯性的一种 抒压方式 好大部分时间 大家应该还是处于一种 说是非常理智啊 非常从容的一个状态当中 然后的话呢 这张牌我们抽到的是全账二 全账二是一个 在去做选择题的 这个一个状态啊 那可能的话 有些朋友同时在去面对 两份工作 二选一 或者是两个人 二选一啊 又或者说呢 我们第一组朋友 你是有在去做两件事情 就是双祖先 然后双人士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可能会比较忙碌一些 另外一个全账二的话呢 也会给我感觉说是 这组朋友 这组朋友你是会因为感觉而在意 而喜欢一个人 不会说是特别容易下头 但是如果真的要是下头的话呢 你做好决定 也不需要说是真的干什么 然后你就容易去离开或者是放下了 然后这组朋友的话呢 我会感觉说身材会非常非常的好啊 背影是比较迷人的这种状态 然后而且这组朋友就给我感觉的话呢 你们可能是需要啊 就是说有的时候 间歇性会需要很多人与你共同相处 间歇性的时候又会觉得说 我需要单独的独处空间 会有给我这样的一个能量 那这组朋友的话呢 有在去度假呀 休息的一个状态当中 可能最近会觉得有点累 或者说呢 提前给自己放一次的长假 还有一些朋友啊 就是我会觉得说呢 大家是一个说 对爱情当中的道德标准 非常高的这样的人 你会非常的在意爱情当中的忠诚度 就是你会把对方的一个表现 看得会比较重要 应该会属于那种说 有桃花 但是不会轻易的去随便与人接触 就是你对爱情的一个标准 还是蛮高的 有一点完美主义啊 好 这组朋友的一个讯息状态就是如此了 那大家的星座信息的话呢 方向元素天称水平双子 然后白鸯石子射手的一个能量 会比较多一些 好 这个就是大家的星座 大家可以对应到的是呢 我们的太阳月亮上升来去了解 是否星座上面对应上啊 那如果说呢 是符合到大家讯息 可以继续往后面去看 那接着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当中 今天我们来看谁即将狂热地追求你 我们先来抽三张的雷诺曼 看看这个人啊 他是谁出现了吗 然后如果出现了 他的与你的关系是怎样的 如果没出现 我们给他一个大概的时间 月亮牌啊 月亮牌是一个朦朦胧胧 然后再去敲摸喜欢的这样一种感觉在 那所以说这个问题 第一个牌出现月亮牌的话呢 有些朋友你身边是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人了 高塔牌 然后故事还没有开始啊 感觉说呢 是在去悄悄地去看 悄悄地去打量 对 大家身边有 大家身边有喜欢你的人 只是说这个高塔牌就是距离会很遥远 然后甚至说有些朋友就是听到这里的时候 会是立刻大脑就开始搜索起来 有喜欢我的人吗 有的 有的啊 有的只是说 这个月亮牌啊 代表着说 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不会说是把这些情感上的东西呢 表达的非常明显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非常低调 然后在心里面的话呢 会去考量观察思索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你们之间的故事的话呢 对方还没有准备好要去开始啊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 可能就是我们第一组朋友的话呢 你的一个状态看起来是比较有高冷的一个气息 他会觉得说呢 即使站在你的身边也会有一点说是不敢往前走啊 那这组朋友我觉得说过去可能有过不太好的这种感情经验 因为刚才那会儿我们抽牌的时候有看到审判牌 就是我会觉得说第一组朋友有可能遇到过一些非常不好的 然后可以说是称得上有点狗血的一个感情关系 但是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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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我觉得说你多少有一点说是创伤后遗症的这种感觉了 然后再去看到一个人如果说对你特别热情的时候 你既是开心的也会同时在这里琢磨这个人 他到底是好人吗 还能不能相信于他 所以你自己可能是在遇到这种特别热情的感情的时候 或者说和一些人之间的关系 有一点比较亲近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心里发毛 然后的话就有点不自觉的向后退 别人进一步你就退一步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第一组朋友外在就是让人容易感觉到的是一种高冷的能量 然后别人想要去靠近你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说像是把这个感官然后切割掉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别人已经其实明显的去表达了好感 你还会感觉不到 顺便朋友也说了说这个人就是喜欢你的呀 但是你还不确定 然后就会有一种怀疑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他曾经有过小小的一些暗示 但是的话呢可能就是时间点不对 或者说恰巧 然后我们第一组朋友在那个时间点的话呢 就是忙于其他的事情 没有感受到你以为你们两个人只是很正常的朋友关系 那我觉得说呢他其实不正常 只是说他没有被恰好的意会到这样的这种感觉 但是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是有戏的 因为这里太阳和月亮牌同时出现 那我觉得说这就是因为一些阴眼忌讳 时间点的缘故故事没有开始 但是的话呢你们两个人故事一旦开始 我觉得说呢就是有一种天力沟洞地 获得这个能量来能量在 非常的深刻 非常有可能去促成一段佳话 那所以第一组朋友们不要着急 你看一个月亮一个太阳 那就证明着说故事还没有开始 然后再这样高打牌的话呢 大家不要着急 即使说他已经出现在你的身边 那证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话呢 就是还是需要缘分在啊 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 然后的话呢就是差了一点缘分在 但是他这个人的话呢 他当他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说呢给到你的这种恋爱关系 是很深刻的 就是你可能我们知道说是过去 咱们这个封建迷信的时候 对不对啊 就是说会发生不好事的时候 然后来一起好事给你冲洗 我们闲学人常说的就是 你在去开始正缘之前 你首先来去要去经历一段 刻骨铭心的狗血爱情 那如果说你之前确实有过 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真的这个人是正缘的 可能性是极大的 我们常说的一个搞笑的词 就叫冲洗对不对 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这个与你是双向心动的 对你的这种情感的话呢 就是说白天的时候的话呢 热情积极 晚上的时候温柔缠绵 给我的感觉就是多多少少 有一点说是特别黏糊的 然后甜到拉丝的这样那种感觉 我觉得说你们的一个情感 能够是就是比较的甜 然后的话呢 契合度很高 只是说我们就可能需要时间啊 这个的话呢 就是对方与你之间的一个关系 你们两个人有远距离的一个能量 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 你感觉不可能是正常的 但是不要使劲的去琢磨过去了 我们就往后面去看吧 来看一下这个人 他是如何狂热的追求呢 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疯狂的事情 能够打动第一组的朋友们吧 我们来抽这一副的塔罗牌 来看讯息哦 来抽牌 好第一张牌的话呢 魔术师啊 魔术师的能量的话呢 那真的还是蛮积极的 因为魔术师多少是一个说 非常积极的在去刷存在感 非常热情的在去表达好感和喜欢 这样的一张牌 就是我觉得说呢 对方是会时刻给你小惊喜 因为魔术师的话呢 就是能够在一些很普通的物品当中的话呢 给你一定的魔法能量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人的狂热点 在于说是他的浪漫 然后当然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是不停的在你面前展现他的存在 那就是说这个人 他去追求你的时候 他并不会在于什么说 我在爱情当中我要高傲一点 我要是与你平等一点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他的下限估计会很低呀 属于那种说是 你要是推开他 他还能够说是像一根橡皮一样 就会弹回来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的话呢 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 然后的话呢 也是很聪明很机灵 甚至说就不会到达的那种 你会想把它推开的一种程度 因为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会非常的高 他应该会属于那种说是 我喜欢你 我的眼里就只有你 我就只想和你年年乎乎的腻在一起 但凡有任何的时间 我都想要和你发消息 和你聊天 就是这种说是比较缠人一点的 这种情感关系 然后他会比较耍帅呀 展现自己的这种魅力呀 就这样的一种 看起来有一点点说 悄悄的 些微的 有一点幼稚的一种行为 会在这人身上体现 就可能他会是有很成熟的人 因为的话 如果我们第一组朋友 你自己的一个恋爱观 是那种说是成熟稳重的 一个大哥大姐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恋爱倾向的话呢 对方不会说是 又知道像小朋友 他只是说在你面前 就是有了一种说是 不会太矜持 这个恋爱当中的矜持 确实说不算非常的有必要 因为我也觉得说是 这个人他是一个心思很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约你出去喝咖啡 那你说你今天太忙 那我觉得说他就会说是 立刻问你后面的要时间点 就是他不会把这个话落到地上 你会觉得说呢 你不需要说是思考 你后面你要说什么话 去维持这个关系 这个聊天的继续 但是的话呢 就是他总会给你接话茬 就会让你觉得说 无论你说什么 你们两个人都会是有得了 但是真的那么的能聊吗 那也不是 我相信说第一组朋友 也会是发现有些这种谈天谈话啊 然后他会显得说是没意思的点 就在于说是 即使你再会说话 你的单口相声说的再好 然后时间久了 你也会有一点有压力 对不对 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说他是一个去捧你的 去逗你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特别能够去展现自己啊 这个自己在这个聊天 说话层面当中的一个魅力 然后接着的话呢 我们抽的是星壁侍者 星壁侍者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 他的狂热不在于他的一时兴起 因为星壁侍者 能够给人感觉的话呢 就是说长期性的这种稳定 你就是可以确定的一个点 来自于说是 他向你靠近 他追求你 然后与你接触 他不是那种轻挑的 就是他跟你讲的一些东西 是让你在当下立刻就能够得到情绪上的满足感 他不会说是给你画饼 未来我要去当首富 你就要去当首富的另一半 他我觉得说不会许这种 说是空而大的这种大饼啊 他能够给到你的 我觉得说是肉眼可见的这种 给到的承诺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实现的 因为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务实的 他只是因为对于你的话呢 就是很喜欢 你对他的吸引力很强 就会有一种说是 把这种说是整个磅礴的爱意 去展现到你的面前 但并不代表他是一个花花蝴蝶 也不代表他是一个说 这种会画大饼这样的人 因为星秘试者出现的时候 他的一个计划是长久的稳定的 能落地的 然后只要他向你许诺 做出承诺 我觉得这个人都会尽最大努力 他去实现啊 因为星秘试者一定说是这种说 给人是可靠类型的一个选手 他不会让你觉得说呢 这人又是在满嘴跑火车啊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一个能量的话呢 是一个阳性和阴性能量 非常完美的平衡力 就不管说是再去这种 就是吹水这件事上 然后再去做工作 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一个说 情侣之间这个亲密的这种说 这个我应该怎么讲呢 就是开车 然后打麻将 就是男女之间一起炒菜 然后的话呢 都是非常的和谐的 就是一种说是非常快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很般配啊 同时我们的雷诺曼当中 看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那我就会觉得说是真的是阴阳平衡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样的样子 那你过去的话呢 如果内心当中有受到过伤害 就是你发现自己的话呢 过去是一个说 开心快乐的傻白天 现在你是一个不开心快乐的傻白天的话呢 那我觉得说对方他会疗愈你 让你再次的恢复到对爱情层面当中 积极的那一层的这种认知 就是你会再次的发现爱情的美好 就是有过不好经历之后 以后很难免带着一个说是 过去的一个经历的滤镜去看爱情 看很多事情 但是的话呢 对方的这个感觉就是能够让你感觉到一种 发自内心的这种满足感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内心是非常平和的这种感觉 那么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相处啊 就是不管说是聊天谈话 甚至说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这个雨水之欢 我觉得说都是非常的甜蜜 他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给我感觉说 能够给你带来的是这种说是有甜蜜 也有说是积极的那一面 所以这是一个甜蜜可口这样的一个人 不管说是正经的还是不正经的 都还是蛮有一套的 那我们再来抽牌继续来看啊 好 然后再看的话呢 是圣杯的女王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他是能够务实到一种说 让你感觉到他与你相伴 与你接触 那就是想要和你相伴一生的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你和他的聊天中 你能够看到的就是他是发自内心的去和你一起去规划未来 然后关于感情关系的长久发展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是积极的践行着 就是你明显可以感受到他的一些规划 是有利于感情的一个长期发展 就是比如说他要去会在哪个地方干什么事 你就能够知道这是与你相关的 是因为你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啊 然后也许他之前的话呢 是另外一个风格 另外一种做派的人 但是面对你的时候 他就是像是把他所有最美好的这一面 去展现给你 尽可能的与你的话呢 平衡相处 尽可能让你看到他真正的这个热情和好感 那我会觉得说 如果他的一个追求方式里面 有这个圣杯女王 那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与你接触 即使说你们还没有到那种说 官宣的一个程度 但我觉得说带你去见他的朋友啊 然后他的家人啊 他都是非常的坦然的 然后的话呢 也不会说是不敢将你展现在 他的一些社交平台上 就是我觉得说这个人并不在意 所以说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他就很开心 与你接触 与你互动 他就会觉得说呢 是内心喜悦的 也会觉得说很开心 就是有一种炫耀的这种心态 大家看我接触的这位女生 我未来的另一半是多么的漂亮 我觉得说这个人就会有点藏不住 他会想要向所有人展示你的美好 然后也会是很大大方方的 去与你牵手 与你的话呢 去见到他的朋友们 就是不担心说是未来 当不成蓬 当不成恋人之后的话呢 受到周围人的嘲笑 他的话呢 就是觉得就是上头 积极的上头 然后的话呢 不会觉得说你们之间的感情关系 是不合适的 然后的话呢 接着我们再看啊 与你狂热追求你的方式里面 出现保健八 保健八 其实这个牌的基础意思的话呢 多多少少 他有一点点的负面能量 因为他是一个束缚度较强 所以这个人 他有一点占有点强 就是说既然他能够做到很狂热的追求你 那就证明在他心里 你是一块很有可能被别人带走 躲走抢走的这样的一个宝物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的话呢 他的一种追求感就在于说是 他想时时刻刻的粘着你 然后的话呢 在情感上就会有一种说是 特别着急的 然后想要去拥有你 所以这人有点猴急 然后另外有一点说是 他会容易在感情关系当中的话呢 表现出来就是一点吃醋的这种感觉 因为很明显感受到 就是他的情绪会因为你而起伏不定 你给他一颗糖 他就能够高兴一整天 你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我感觉这个人立刻就是 这个粘了这种感觉 他就像是什么呢 他的情绪就像是一个小狗的尾巴 你夸他他就会开心 然后他的情绪就高涨 你说他了 他的尾巴就垂下来了 真的就会是一个再成熟稳重的人 在这个关系当中 也变得幼稚 也变得就是说 没有那么稳重起来了 好 但是这些能量 我会觉得说是专属于你的 因为的话呢 他把你当作是 生命当中必不可缺的这样的一个人 你给他的这种能量的话呢 就会让他觉得说呢 是一定要去得到 就是强烈的上头 没有办法去多等一秒两秒的这种感觉 不得到的话呢 我觉得他就心慌 就害怕说是被其他人的话呢 就是节足先登了 所以就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 想要束缚住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 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如果你们两个人能够说是 共同做一些事情的话呢 他会非常呵护你 就是容不得你受委屈 看到你被其他人 然后的话呢 就是批评啊 或者带着有色滤镜的眼光去看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人 他一定会要去替你说话 就是我们说的现实一点 如果未来这个关系进入到一种说是 大家庭当中有什么婆媳矛盾 或者说是这种两代人之间的矛盾 我觉得说他都是会呵护你 因为他会把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看作是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接着来看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人 他能够为你带来什么啊 然后我们抽神运卡的讯息 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啊 好 这张牌我觉得说呢 是一种说非常深层次的 这种灵魂上的这个救赎感在的 因为从这张牌上面能够看到 是超越寻常的一种爱意和呵护 所以这个人的话呢 他真的是让你感觉说 与自己是最相配的 最和谐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因为这个是超越寻常 你会觉得说呢 你人生当中很多的一个感情 可能说是和它是不一样的 过去的一些恋爱它就是恋爱 但是说和这个人之间的一个接触的话呢 你又会觉得说呢 是一个完全积极的和过去不一样的 我会认为这说呢 是我们第一组朋友 真的有在被过去一些负面的 不好的一个感情能量影响到 折磨到 所以你在去面对感情的时候的话呢 会是时不时的向后退 就是有一些过去的回忆 它会出来折磨你 会让你的话呢 对于人际关系亲密感情 产生一种疏离感 那我会觉得说呢 你们之间的一个情感当中的话呢 它让你感受到 你再一次的突破了自己 突破了自己内心当中的防线 这个人的话呢 我觉得说它对于你的这种 说是掌控欲啊 是非常强的 在恋爱当中的占有欲 真的就是说比较的强烈一点 然后你会感觉到说 因为它的控制欲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控制欲强的人是不是有点病啊 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但是的话呢 在爱情当中 如果它表现出来的是 超脱寻常的这种爱意 和呵护 那其实你会是能够说 觉得自己是处于安心的 一个状态当中 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呢 太平淡的感情 它很美好 看起来好像是 能够经得住岁月漫长 但是其实会在我们的内心 有伤痛感的时候的话呢 不会说是有一个 能够拿出来的证据 就是你会怀疑啊 这段关系真的有那么美好吗 真的有这么强烈吗 但是的话呢 因为这个人 他给到你的这种感觉啊 是为了想要去赢得你 他是什么事情都敢做 会把很多事情做到极致 是一个说是超脱了 常人能够拿得出来的这种 说是热情和爱意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不计后果 他就是想要去得到你 他这个思维模式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好的人 而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办法 对你有这种理智的情绪 理智的对待 他在你的一个 你在他的一个心里 就是占了一个说 超级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的话呢 就没办法 然后与其他人相处 因为我会觉得说 从排卡当中 能够看到的能量 就是这个人啊 他想要给到你 全世界的这种呵护 你也确实能够在 与他相处的过程当中 感受到自己的话呢 就是他的全世界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呢 我是不是不会再爱人了 其实这种感觉 时常会有人有 但是的话呢 他是会在你遇到一个 说是超脱寻常的爱情之后 这种感觉就会消失 因为的话呢 对方他是能够用他的行动 去告诉你 他是爱你的 然后的话呢 他是呵护你的 你会和他的话呢 开始的是新世界的这种旅程当中 这个人 他能够给你带来 是完全新的这种恋情 你会和他开始的是一种 说是脱离过去 就是我们像一开始说到的 第一组朋友 你在经历过去的那些不好的感情 完完全全是因为还债 是一个前世的 累世姻缘当中的这种 怨亲债者 所以的话呢 有些不好的经历 是留在过去的 这个人是你的一个 人生的转折点 而当刚才的时候 抽到大家能量状态的时候 咱们不是也抽到了 那个审判牌吗 审判牌的能量就是说 是一定的重生意义 代表着说呢 这段恋情也是我们第一组朋友 你人生当中的新纪元 会是能够让你转离 离开到过去那种扭曲的爱情关系 恐怖的爱恋关系 然后结束过去的某一段孽缘 而且这个人能够去帮你做出 一定的这种 就是转换的一个能量 就是他会带你进入的是 灵性世界的大门 引来你灵性的成长 所以的话呢 你会是在感情生活当中 会觉得说越来越积极 好我们再抽两张牌 看看说还带来了什么呢 用我们这个门道神的能量 哇它带来的是一个说 感情层面当中 新的这个种子啊 因为它是一个播种的能量 然后在你心里面的话呢 疗愈好过去 然后的话呢 在你的心田里面 开拓出一个新的地方 就是原先的话呢 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爱情的荒地啊 没办法说种出这个恋爱的玫瑰花出来 可是的话呢 这段恋情就是给了你播种的一个能量 能够让你觉得说呢 你自己在灵性世界当中开始发芽了 你的爱情的玫瑰的话呢 也开始慢慢发芽 慢慢的开花 这个人的话呢 他真的是向你走来的时间点 是处于说是非常合适的 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遇到的时候也恰巧是这个人 想要去在人生有新开始的阶段 与你相遇的 就是这个人 他并不是说 哎我最近无聊 我谈个恋爱玩一下吧 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他是有一种说是为了结果字 而与你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他不是为了体验当下的快乐 所以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想要和你认真的开始一段 非常久远 长期稳定的恋爱关系 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带给你是春天般的能量 你与他相处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呢 自己的心田里全都是五颜六色的花朵呀 最最漂亮的还是那个爱情的玫瑰花 他会是想要在你的心里面的话呢 重新带来希望 不想让你的心里面的话呢 长满杂草 他知道的话呢 这里原本不应该是这种模样 只是说过去可能经历了不好的人事物 显得荒废了 但是的话呢 他想要重新在你的心里就种玫瑰了 我觉得这个人 他肯定是一个心怀感恩的人 非常自足常乐 所以的话呢 他会不慌着 着急着 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相反的话呢 他是想要在你身上去改变什么 想要说是在未来 与你的相处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能够感受到的是这个人啊 他能够说是让你更快乐 他想要和你一起快乐 就是飞向快乐的一个旅程当中 感受你人生新的这种可能性 就有的时候的话呢 人生时常就是处于一个不平静的一个状态当中 他希望和你一起进入到这种说平静的爱情关系当中 就是说呢 虽然他追求你的方式是狂热的 但是最终他希望说 两个人可以说是在这种说是这个产品油盐过程当中体验爱情的美好 体验人生各种的这种可能性 他希望说呢 白天是你 夜晚也是你 因为他就会认为两个人之间确实说是这种非常的合拍的 因为我会觉得说呢 他想要给你带来的是内心的平静感 因为他自己心态是容易平和的 容易感受到快乐 活得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人 你和他在一起 你也会感觉到这种说是非常温馨 非常温暖的这种感觉 你看月亮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说心里好平静呀 即使白天经历了再混乱的过程 再复杂的人性的这种考验 但是与他相处的时候 还是能够感觉到的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 而且他能够去托举出 托举到你的一个情绪焦虑 你会在过程当中感受到他的温暖与呵护 你就是能够很确定 感受到啊 这个人对你是非常关心的 他会担忧你的情绪 就是不仅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般配对你保护于爆棚 然后的话呢 夜晚当中 他也是很想紧紧的拥抱着你 然后想要去抚平你的情绪 给到你的就是这种满满的安全感 他会带你脱离 就是说平时的这种烦恼的这种感觉 然后回到家关上门 你们相处的一个时光 全都是这个快乐的这种小世界 然后你内心就能够去达到这种很平静的这种感觉 月亮出现的时候 即使我们现在夜晚的时候 要去听一些住眠的音乐啊 然后听一些住眠的声音 或者说是住眠的什么样的一个辅助品 保健品 但是他出现之后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平静下来 你和这个人之间就是这样 其他人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失眠啊 烦躁啊 但一见到这个人依偎在这个人的怀抱当中 你会感觉到说自己很放松 整个世界也平静了 自己没有那种说是特别焦躁的这种情绪了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看说 你在这个人心目当中的位置是如何的呢 我们来抽牌看一下啊 这一张牌的话呢 是一个星B8的逆位 就是说呢 这个人会永远把你排在啊 这个工作之前 就是有时候的话呢 人确实会时常忙碌很多事情 我觉得这个人 其实他也是一个事业狂人 就是会在工作当中啊 花非常多的时间 但是的话呢 他会尽可能的想要给到你 更多一个时间上的这种陪伴与呵护 就是不希望说你在那里等待他 他希望说是你需要的时候 他都在 那所以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就是说超越工作的一个重要性 他会是将手里进行办 进行到一半的事情 先暂时放下 就是再忙碌 不会忘记回复你消息 再辛苦 然后也会想要给你一个甜蜜的拥抱 不会让你觉得说 他工作忙的时候 你就在靠边站 他不会是这样的 你是永远排在他心中 第一位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不会让你在过程当中觉得说 自己是可有可无的自己在配合他 你不需要这样子 有这样的一种担心或者顾虑 他给到你的这种感觉 一定是把你当第一位 因为你也确实的话呢 是能够让他放下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 然后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第一个就出现在你的身边 告诉你的话呢 他的心里只有你 在忙的时候也能够去腾出手来 拥抱于你 这个是我觉得说 你在他心中的一个位置 不会说是有那种 大家成熟了啊 我给你空间 你去忙工作吧 我很懂事 不需要 你是他心里最爱的人 你看这个恋人牌也出现了 那就证明着说呢 你会感觉到说 自己是他最真挚的 然后最亲密的这样的一个爱恋关系 然后他不会说是对你有隐瞒 没有什么不能聊的 没有什么说是负面情绪要给你的 他给到你的就是这种恋爱上的这种系列 那同时的话呢 这个恋人牌 就是我会觉得说 你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 你在他心里面的话呢 肯定会有这种说是 非常强烈的这种生理层面当中的一个吸引力 就是说呢 咱们情侣之间肯定要会进行的这种 说是吃个苹果 住住姓 是不是 那我会觉得说呢 在这件事情上 你们两个人真的说是非常的和谐 就不会说属于那种说 诶 这个两个人 时间不对 感觉不对 方法不对 你在爱情当中 就是此方面当中 有什么小小的这种兴趣爱好 我觉得说呢 他也是会有同等类似的这种感觉需求 在 就两个人在这方面非常的和谐 然后而且吸引力很大 就一旦接触你 我觉得这个人心里他就不可避免的 要去想到这样的一些事情 就是遇到他人和其他人接触的时候 他觉得他是留下位 然后与你相处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会感觉到自己 在这方面的需求突然就回到了这种 说是火力旺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然后就是欲求满满的这个状态啊 所以你在他心里位置确实很重要 而且的话呢 猎人牌本身 他的这个能量显示的就是 夏当 不对啊 亚当夏娃嘛 他们两个人的形象 其实就是天道地事啊 就是说是原始的这种生理性上的吸引力 都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会感觉到一种赫尔蒙的那个气息在 你就会觉得说两个人是非常一致合拍的 然后保健舞啊 你在他心里面的话呢 就是任何人有诋毁你啊 或者说是去伤害你啊 都不行 因为保健舞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会因为你真的变得有一点幼稚 然后的话呢 容易吃醋 他会觉得说呢 你是必须要陪伴在他身边 与他好好的相处啊 然后心里只能有他 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心里位置极强 就是他会觉得说是我全都要 然后会因为你不去参加什么哥们聚会啊 闺蜜聚会啊 然后什么应酬不必要的计酬 应酬的话呢 通通闪开 就是会有这种说 心里全都是你 只想拥有你 我觉得说这个人上头实验点 你会觉得说这人是不是有一点说是不务正业呀 那倒也不是 我觉得说这个人在事业上他也是很在意的 但是的话呢 就是因为把你看得太重要了 可能外在表现出来的话呢 是非常高知的一个形象 知识面非常宽广 学历很高啊 然后从事的工作也会属于这种说是看起来就是非常需要钻研 在外人面前都是成熟稳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的话呢 在你面前他就是像是什么呢 换了一个形象 就是就是会觉得说我就很想要与你相处 就是一个渴了很久的人 现在突然有一汪清泉百姓的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心里只想着说是我要多喝一顿 然后我要多喝点水 然后我不着急去干别的一件事 所以他的话呢 就是看到你他就会觉得说呢 寻意已久的这种宝物的话呢 终于来到了面前 所以就会是想要去专心研究你 研究这段感情关系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说其实对方的话呢 他还是一个胜负心极强的一个人 你在他心中位置的话呢 就是拔得头筹 虽然可能过去他也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情经历 但是的话呢 与你相伴的时候 他就是愿意把过去留在过去 心里面的话呢 就只想装置于你 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而且宝剑物的话呢 我觉得的一个能量就是这个人 心里可能会想你想的很多 然后的话呢 你在他心里位置就是一个说是 我觉得是他有这样的一个 斤斤计较的这种心态 就是因为看你看的太重要 没办法把你当作是生命当中 平等对待 他就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这个感觉 心壁六 他会说是他亲你一下了 他也想要你也很确定的回稳他一下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的话呢 就是属于那种说是满心满眼的 为你而打算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这个人我会感觉平时 其实是一个很好相处这样的一个人 人缘很好 情绪也非常好 能够很好地去掌控自己的这种情绪 看起来是比较平静的 很少有人会看到他生气 但是与你相处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就会是有一种说是 控制不住他自己这种思绪和感觉 就好像到你这的时候 能量场全都混乱了 但是这个混乱的感觉 也会让他非常上头啊 他会觉得说呢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感觉的吸引力 会非常的强烈 而且我觉得说这个人 他是情绪稳定 但是的话呢 他也是会因为你变得 更加的上进 就是会因为你成为一个 说是更加强大的人 然后的话呢 与你有很多这种帮助 然后心碧六的话呢 就是我会觉得说 这人会尽可能的 想要与你相处相伴的一个过程当中 给到你的是积极的一个爱意 积极的一种情感 会因为他的带动的话呢 你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人 对于过去事情的看法 有新的这种视觉 然后也能够去冲破过去感情经历当中 那些不好的事情 这个人他是很慷慨的面对你 你需要的资源呀 你需要的信息呀 帮助呀 我觉得这个人都会说是用真心呵护于你 他在与你给你资源这件事情上的话呢 是毫不吝啬的 因为他会希望说是两个人能够说是一起进步 一起的话呢成长 他希望说未来的时候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优秀 既希望说是你非常优秀 因为他希望你好 也希望他自己很优秀 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长久的陪伴在我们第一组朋友顺便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很开心很快乐 然后的话呢这个人如果说他对于你的这种情感 你在心中位置占到了这样的一个死神逆尾这样一张牌 那我会主要说呢就是这个人啊 就是因为死神牌他是这个天蝎座的一个能量嘛 那天蝎座在去爱人的时候 他真的是有这种极端的一个特质去表达去展现出来了 就是这个人的话呢 他能够让你释怀过去 关于过去的这种执念 然后走出放下 那同时的话呢 他自己也会因为说是爱你爱到无可自拔 然后就会这种占有欲 以前说是这个吃醋的这个小心思啊 会有点强烈 然后我觉得说他对于你的话呢 就你俩给我的一个整体感觉 就偏向于刚开始抽牌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阴阳条和太阳和月亮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两个人非常合适 所以他不是说某一个面向很合适很合拍 其实是那种整体的 两个人都会是非常合适啊 非常合拍的这种感觉 不会让你觉得说 我们两个人在这件事上一致 另一件事上分歧很大 不会的 他会让你感觉到说 两个人能够去聊的东西的话呢 是完全既有互补的 但是同时的话呢 一旦说是有这种沟通啊 交流啊 又会觉得说两个人能聊的东西 又是那么的多 你好奇的东西刚好他知道 他好奇的东西 你也会有一个说是成熟的这种看法 所以我觉得说你两个就是天造地设的这样一对 然后相处过程当中就不会感觉到说有任何的这种说是不和谐 或者说是情感上的这种不对等了 好 然后我觉得你在心里位置的话呢 就是可以放下过去 不管说过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他都希望与你的话呢 重新开始好好的去走向不一样的人生 积极的这一面 希望人生和你重新开始再次走向的是一个 说是积极而美好的未来 就是过去他可能会心里都装着工作 都装着事业 而不想要去忙感情谈感情 但遇到你他对于爱情的这种渴求度的话呢 就会是非常的高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说你们的一个故事会是如何的发展 我们这个塔罗牌先放到一边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抽这个岛屿卡 看看你们的故事是怎样的啊 好 我们来抽牌看哦 第一张牌 哇 蝴蝶牌感觉说好浪漫的这种感觉啊 非常的丰盛 这个蝴蝶出现的时候 我就心里感受到能量 就是属于这种幸福而甜蜜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真的是很梦幻 如果说我们第一组朋友 你以前 也包括说当下对爱情这一块的话呢 有属于你的这种看法 希望 那我会觉得说呢 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 他就会让你再一次的想起了这个梦想 再一次的感觉到说是自己的这个梦想是能够被实现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相处的话呢 一开始他就会是闪着粉红的这种爱情泡泡这样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里的话呢没有让我觉得说故事发展很缓慢 或者说是很被动 他是一开始就会是有这种说是信有灵犀一点通的这种感觉在 就很多事情你不需要讲 然后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懂 两个人就是在这一层面当中的话呢 非常的合适 非常的合拍啊 还有就是我会觉得说你一直想渴望实现的愿望 是能够成真的 就是过去非常渴望 但是又得不到的东西 会因为他的出现 这个梦想实现 然后你继而的话呢 在那段时间你整个人都是很放松的 你觉得说呢 自己是能够在这个爱情关系当中 得到满满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所以你会有一种说是 充拥的状态 想要去谈恋爱 想要说呢 是和对方好好的去相处 就是你整个人是松弛的状态之下 更容易去好好的去面对这段感情 和什么呢 和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未来 然后的话呢 而且出现这个棺材牌的话呢 就是很稳定 很快的一个时间点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的话 就是铁板钉钉上的这种状态了 然后的话呢 我估计是我们第一组朋友和对方啊 你们的故事发展的话呢 就是还比较的成熟一点 成熟的点 就在于说是两个人好 这样就是能够很轻松快乐的 怎么说呢 就是咱们滚床单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很轻易就发生了 就很稳定 然后这个事就写实了 坐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这个人可能 他的长相刚好就在你的审美点之上 所以你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你并没有讨厌的这个心态 和他相处 你就会觉得说呢 自己的过去尘封起来了 然后能够从过去当中走出 然后过去的话呢 就让他全部都封印起来 然后我要去走向的是新的人生 积极的未来 这段感情的话呢 让你有了更多勇气 有新的开始 新的尝试 那鉴于玫瑰嘛 是不是啊 我觉得说呢 这段感情不仅给了你盔甲 也会给你梦想 软肋我觉得说 倒是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能量 因为它会让我看到 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是共同的前进 共同的进步 共同去做到更好 因为我觉得说 你们两个人是会有一个 共通的一个梦想 会去合伙做一些新的事业 新的尝试 或者是新的兴趣爱好 然后的话呢 这段恋情出现的时候 它会帮助你 走出过去那个人 给你的阴霾 而且能够说是 让你在感情上 以及说是人生其他层面当中 也能够有这种说 梦想成真的这个感觉啊 它是能够去影响你的 将过去留在过去 然后过去人生领域当中 不管说是事业层面 或者说是财务层面 或者说是爱情层面 受到过一些不好的人的伤害之后 那在这个新人能量的帮助之下 所有你失去的东西 都可以被完整的带回来 它会让我看到说是 你们的一个情感是 既坚强又浪漫的 非常的勇敢啊 我觉得说会比较的让人羡慕 然后你收身边的朋友 都会有点说是看不下去了 你俩赶紧谈恋爱吧 就是会 你的朋友们都会替你着急 说是 为什么说还不赶紧 就是见家长啊 还不赶紧说是订婚啊 就是你的身边朋友 也是非常认可 你们之间的一个情感关系 大部分人的话呢 都是会觉得说 你们两个人是很合适的 然后甚至说有一些朋友 他还会觉得说呢 你和他相处 你是高攀了 就会说是为你而着急 害怕你把握不住 这样的一段关系 所以你们这个情感 就是有朋友的这种撮合 那在你们未来的时候 一些很重要的日程当中 比如说是表白呀 或者是恋爱 恋爱确定恋爱呀 或者说是什么呢 订婚啊 结婚这样的一些 重要日子当中 都会有朋友们的这种参与 因为大家都是带着一种 说是欢呼雀跃的心理 去看你们之间的这段情感 大家都会觉得说呢 这段关系对于你来讲 是拯救意义 是新纪元的开始 所以大家 就是你的朋友们 非常的支持 你会很在意说是 你们两个人的情感的话呢 能够走向一个 说是幸福的这种天堂 非常非常的甜蜜 快乐 幸福 而且说呢 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呢 就像是进入到一个说是 自己梦想中的游乐园一样 特别的合拍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过去他可能也是在恋爱当中 很骄傲的人 但是其实与你相处的时候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人慢慢的 开始有成长 有蜕变 那同时的话呢 我觉得他的心态 就是有一种说是 因为你而更加有行动力 对事业的这种热情啊 对爱情的这种向往 能够让他进步 同时他也能够去带动你 做得更好 更积极 这个人 他是非常的成熟 稳重 可靠的这种类型 我觉得你与他相遇的话呢 其实对于你来讲 真的是一个正向 而且积极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抽牌 看看说上天的一个建议 好不好啊 看看天使关于这段感情关系 是怎么说的 有哪些看法意见 是想要给到我们第一组朋友们的 来我们抽牌看一下啊 好 第一张牌的话呢 就是上天在告诉我们 第一组的朋友们 这一组感情关系的话呢 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说你决定啊 向对方靠近 然后的话呢 走近这段关系 你的人生就会有一个新的纪元 只要你做出决定 这段关系 它就会是能够被显化到 你的人生当中 对 取决于你 只要说你愿意接受它 它给到你的爱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热烈的 然后呢 积极的 不会说是速度很快的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他能够给你带来的这种情感的话呢 就是说 非常确定的 能够让你觉得说呢 你是这个关系当中的老大 你是这个关系当中的boss 你是最最重要的这个决策人 你拥有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然后的话呢 天使也告诉你 往前去走吧 这个感情的话呢 会是在去 在前方等你 我们的人生的话呢 需要的爱情 绝对不是敷衍和凑合 如果说我们第一组朋友 现在还存在于一种 说是比较焦虑的 然后没有那么积极的 一个情感关系当中的话呢 那其实这段爱情啊 它是能够说是 给到你的 是满意的 然后充满爱的 这种情感关系 而且的话呢 我觉得说 从这一张牌 也会看到说 疗愈感比较的强烈一些 我们第一组朋友 这段感情关系 它能够让你认识到 人生的一个真相 以及说是很多 情感关系的真相 不会说是让你有这种 说爱情被卡住 或者人生卡到这里 会不会说 有些朋友觉得说 这个强迫症 觉得说 这不对齐啊 这个牌卡的话呢 我觉得原本时候三张的 它要多出来一张 我也很尴尬呦 我也很尴尬 好 这样再摆一下吧 约到后面 排也不好摆 大家 大家忍一忍 好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后面也要结束了 我们要结束了 要结束了 拍不整齐 我们也不浪费时间 在这里了 好 从这里能够看到的 一个讯息就是说 上天其实在去认为 这段关系的话呢 能够对你有积极的 一个改善作用 天使也就会觉得说 有时候的话呢 一些情感伤害了 我们第一组朋友的内心 就是你可能会在 精神层面当中 有极大的压力 然后甚至说呢 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以至于你的身体 也会有一些不舒服 那么的话 第一组朋友们啊 就是不要被过去的影响 这段恋情的话呢 能够积极的改善 你的健康 改善你的心灵健康 身体健康 它会能够疗愈你的心 不管过去 有什么样的一些 信息的误区 甚至有些人 对你有情绪的勒索 你会因为说是 过去的感情 而觉得说 之前的一个关系 千万种不好 但是又有千万种好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能够让你看清真相 能够让你发现 正确的 积极的爱情是怎样的 它会保护于你 它能够说是 让你结束 过去那种压力很大 很沉重的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说 循环的结束 新的人生的开始 你会跟随着说 这段关系 不停的向上攀升 开始新的一个情感 它会能够去治愈你 然后给到你的是 满满的爱 然后让你坚强 让你充满爱 让你相信爱 好不好 大家积极的去 期盼 新恋情的到来 不必说是 停在当下 要积极的向前走 那我们第一组朋友的 信息的话呢 就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能够在 接下来生活当中的话呢 越来越好 然后大家也记得 领取好运哟 祝大家越来越幸运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这一张呢 就是大家所选到的 指示牌卡 我们先将它放到一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抽牌看看我们 第二组朋友们 当下的状态是如何的 来抽三张牌 看一下哦 我们来抽三张的 哇 插链 第一张牌的话呢 权杖的女王 这张牌给我的感觉 就是说第二组朋友 应该是这种说 很热情 很积极 人缘非常好 然后你应该是不缺 桃花这样的一个类型 不过来讲的话呢 好像是有的时候 接近于你的人 会感觉到说是 你的恋爱标准啊 就是 有一点点达不了标 就是会觉得说 他们面对你有点自卑感 因为会觉得说没有你那么的优秀 或者说是他会认为 就是说他的一个能力 是没有办法去达到 你在爱情当中的这样的标准 这组朋友有在去工作和事业当中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你会是整个人显得 在事业上 心花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嘛 然后就是事业心很重 取得成绩也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这组朋友曾经有过 一段非常 就是深刻的感情 可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或者是有一段 曾经能够去不如婚姻的 这样的一段感情关系哦 好 然后的话呢 太多了呢 我们就重新来抽牌 再来一张牌看大家的一个能量是如何的 这里的话呢 圣杯三 朋友很多啊 我们第二组朋友的话呢 人缘还是蛮旺 蛮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因为的话呢 就是你本身来讲 你的能量确实说是比较缺水一点 给我感觉的话呢 周围人他会因为你而靠近 但是他会显得说朋友比较多 爱情的桃花稍微有点少 有些朋友的话呢 之前不小心误入过这种说是三方恋情当中 有受到过伤害 所以的话呢 可能对亲密关系 有的时候可能是担心会稍微有一点点多 这组朋友的话呢 就是有过一些情感关系 对方是有利可图的那种类型 就是看起来呢 他将是一个想要和你谈恋爱呀 想要和你长期发展的这样一个人 实际上的话呢 可能是会因为你的家事背景啊 你所能够帮他开的绿灯啊 你所能够帮他去达到的某一种状态呀 因为你的外界能量而喜欢你 靠近你 他喜欢的并不是真实的你 而是会喜欢你能够给他带来的利益点 会是这样的人 他们接近你的这种目的的话呢 多少有一些动机不纯这样子啊 圣杯酒这样子 圣杯酒这张牌 我会觉得说有些朋友 你的身材是有点小肉肉的 但是的话呢 我感觉是说 其实你的面相啊 如果说是有肉肉的话呢 会更招财一些 那有些朋友也会发现啊 就是自己 如果说你有经历过这种体型上的 这种变动的话呢 那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是在这种说是 好像说有肉肉的那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就特别的能够去招一些帮助 有一些贵人啊 有一些财运啊 来到你的身边这样子 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会觉得说 第二组朋友最近确实 人际应酬还蛮多的 经常要去和一些人啊 去谈工作 然后就是酒局饭局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去谈应酬会比较多 然后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也比较靠近年关了嘛 所以会有一些朋友啊 有在被父母念叨 关于说是这种 相亲啊 介绍对象啊 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的话呢 你会有一点说是 关于此类方面 相亲层面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应酬 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会是很奇怪 就是按道理来讲 现在天气很热 天气很冷 抱歉说错了啊 但是呢 你会觉得说很热 然后这组朋友 也不知道说是 我会觉得说 你会是不太想要去穿 什么天冷穿秋裤 我觉得说 你不太想要穿秋裤 就是要么你所处的城市 现在还是蛮热的 要么说呢 你是一个说是 不喜欢在冬天 把自己裹得 严严实实 这样的一个人 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给我感觉说是 有遇到了一些 工作上的桃花 但是的话呢 这个桃花 会让你觉得说 是有点纠结 有一点头疼 因为你会害怕 说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不是说特别的单一 因为说实话 第二组朋友 我并不觉得说 大家是 是那种说是 不知道人性的人 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 所以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是能够有非常 就是直观性的一个看法 在于说是 这个人 他的人品如何 能够做一个粗略的判断 那我觉得说 你们现在就是 人生当中 有一个感觉 就是以事业为重 然后感情的话呢 就是随缘相处 不想要说是 把未来的幸福 寄托在爱情当中 会比较相信呢 然后这样自己优秀 然后自己给自己 带来幸福 感情的话呢 想不想要 肯定是想要的 但是的话呢 不想强求 也不想说是 去勉强自己 给我是这样一种感觉 这一组朋友的星座的话呢 大家可以参考 太阳月亮上升 那么就会有 白羊狮子射手啊 以及说是 我们的巨蟹天蝎双鱼 这几个星座 比较的多一点 那当然来讲 大家最重要 还是要去参照 前面啊 能量对应的那些部分 然后我们接着 就来进入到 今天的主题当中 今天的话呢 来看一下说 我们第二组朋友 谁即将狂热的追求你 我们就来先看第一个问题 这个人啊 他是谁 他出现了吗 与你的关系 大概是怎样的 来抽牌看看 第一张牌 第一张牌是一个船牌 远方的人啊 和你还有蛮远的距离 这个状态 然后的话呢 老鼠牌 再来抽一张牌啊 鱼牌 嗯 你说他出现了吧 有一部分朋友 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的话呢 你说他没动作 没行动吧 他也有行动 但是就会是那种说是意味特别的 会让你感觉说 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这样一种情感关系 他也刷了存在感 也是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的话呢 会让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心里好像还困惑蛮多的 就是不知道说 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他是爱情吗 有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不太确定 另外一个的话呢 确实说有一些朋友 身边有这样的人 不过说可能说是 你并不太喜欢的吧 有些朋友身边 就是有一个人 已经在狂热追求你 但是你会对他有一些不满意 你心里想的是 另外一个状态的这种恋爱对象 给我是这样的这种感觉 在还有一部分朋友啊 然后他是一个远方的人 离你距离还蛮远的 你们可能就是说 隔山跨海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可能是海外的 或者说呢 离你是很远距离的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有些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啊 如果是之前有一个什么 曾经向你施好过呀 表达过的人 我觉得说近期 他可能又会刷一些存在感 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不好 然后的话呢 我会感觉到说 你说他真实出现了吗 有一部分朋友身边 是还没有出现这个人 但有些朋友 你是知道他是谁的 因为他已经就是做了一些小动作 但是的话呢 就是没有拿出来这样的一个行动力啊 因为老鼠就是 小动作居多 然后的话呢 船牌和鱼牌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有行动 但他就是这种鬼鬼祟祟 这样讲有点夸张 但是的话呢 我会感觉到说 确实动了 只是说意味不明 会让人感觉到比较模糊一点 这个状态 然后还有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 如果你没感受到 那么的话呢 就没有出现 好不好 因为这里还是挺复杂的 就是会感觉到说 蛮两极的 就是有些朋友 你知道他是谁 有些朋友 如果你现在心里没有人 那他就没有出现 好不好 因为他的这个动作的话呢 有让你看到 只是说你会不确定而已 如果你没有看到 你感觉到说 身边没这样的一个人 曾经向你示好 那他就是还在一个酝酿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真实的来到你的身边 还在为一些事情而焦虑 还在去慢慢的去筹备 给我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估计啊 我会觉得说 未来的一个关系 会在生活当中 有非常非常细节化的这种接触 就是说 除了谈感情以外 两个人也会有非常多的 这种亲密接触和互动 是你在生活当中躲不掉的一个人 就哪怕不是谈感情 他也会来到你的身边 和你发生一些其他的这种故事感 然后而且的话呢 与你的关系 我觉得说是治愈你的内心 就是这段关系 有一个非常强的这种疗愈的能量 能够让你忘掉一些过去的人 给你的伤害 甚至说当下 有一部分朋友都处于说是这样一个 焦虑的状态当中 你身边有一些在感情层面当中 非常不积极的一个能量 然后的话呢 你是一个说 处于这段这种状态 给自己的一个不快乐的感觉 很强烈 你心里面有比较多的这种负面能量 但是可能说是啊 身边的人啊 身边的朋友 他们其实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你很好 你很快乐 你在向其他人展现出来的 就是权杖女王那样一般 非常积极的 非常快乐的能量 而非是这种非常忧心忡忡的 所以会有些人觉得说 你过得挺好 但是说 其实我们第二组朋友 又在被一些情感上的事情 折磨和伤害 处于长久的 不快乐的一个状态当中 只是说呢 你更多时间点 是希望自己成为那个 说疗愈他人 帮助他人的人 而不想让自己成为他人 情感上的一种拖累着 害怕呢 别人把 别人认为 他是你的情感垃圾桶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第二组朋友是 很慎重的 在去表达自己负面情绪的 很害怕 别人觉得说 你是一个负能量的人 就是也是 这是一个源自于说 是你对自己的自我要求点 好 然后我们的话呢 就来抽牌 看看说第二组朋友啊 就是说 对方呢 他是如何狂日的去追求你的 我们就来抽塔罗牌的能量 来看看 他到底搞了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哇 上来出现一个圣碑舞 这个圣碑舞的能量 给我的感觉 有一点说 这个圣碑舞的能量的话呢 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啊 你们之间一个情感关系 估计啊 狂野在这个身材层面了啊 就是这个 上来第一句话 就刚开始我们就开车数 有点不好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 因为圣碑舞的话呢 这张牌 我还真的是没想到 他出一个圣碑舞 然后也没想到说是 他是这种清醒的一个圣碑舞 我会觉得说呢 有一部分朋友是救人回归啊 救人回归 另外一部分朋友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 他是有一个很强大的疗愈性 能够去治愈你的内心 他是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你内在的一些负面能量 一直积压在自己内心深处 就是你觉得说 你已经好了 你已经很开心 很快乐的 你觉得说呢 我自己是能够去积极的应对 各种各样的一个情感上的那种压抑 但是的话呢 其实 他可能是被我们藏起来了 不会说是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不会说是每一天每一秒折磨你 但是的话呢 其实你知道自己内心当中 有一些伤痛是存在的 只是说因为没有被触碰 所以显得好像说是 那块伤疤已经愈合了 已经就是结痂了 已经就是能够去 完整如新的一种状态 你觉得他只是一个记号 但是其实的话呢 他在其中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伤害存在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的话呢 他将会给你非常丰盛 甜蜜的一个恋情 你遇到他能够说是陷入甜蜜恋爱之后 你就不用去回想过去 他真的是盖过去 就是有的时候的话呢 人是不能够去完全的回到过去 去好好的去拥抱过去的那个自己 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 人不可能拥有青春 以及同时拥有对青春的感悟 那我觉得说呢 过去确实它可能是要用来怀念的 但是的话呢 新的人他像是给你的这个人生里面 你的内心当中铺满了蜜糖 你会觉得说呢 忘记过去 从过去当中去走出来 而且最重要来讲 你和他之间会发生一些和过去类似的一些事情 就是有些朋友 你过去的那些伤痛感 来自于一些现实问题 是你这边一个现实问题 没有办法去跨越了 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但是的话呢 我觉得新的人 他这次有突破你在现实问题当中的一些阻碍和伤害 然后的话呢 他有在去让你感受到快乐和甜蜜 你就会忘记过去 从过去当中的话呢 展身而出 走出来 然后的话呢 就是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 他和你一起 能够去面对那个伤害你的人 有一些旧人回归的话呢 他不一定是会成为这个狂热的追求者 我觉得说呢 他是会向你忏悔 向你道歉 告诉你过去的话呢 他伤害了你什么事情 然后有些朋友 就是这个伤害你的人 甚至他就在你的身边 然后是一个你朝夕相伴的一个人 内心感觉非常多的痛苦 但是你还是会时不时的碰到他 这种状态 你只是只能够麻痹自己的内心 让自己以为说是自己没有受到去 没有受到伤害 是这样一种感觉啊 伤悲舞 我觉得说他能够去带动你走出来的 好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的这张牌的话呢 权杖的国王 那会儿的话 抽到大家排的一个讯息的时候 有一张权杖的女王 那他给到你的一种 说是狂热的爱情 就恰恰好是你所需要的那种类型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想 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特别好看的 或者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物质特别丰盛的一个人 但是的话呢 有时候你在遇到对的人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你的一个理想型 只是说恰好他在你需要的那个时间节点 你需要的是什么 他刚刚好能够提供给你的 就是那些 因为的话呢 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 那当然来讲第二组朋友现在也年轻 可能会想着说 我需要的爱情是怎样怎样的 而在后面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人 你就会发现说 他满足了很多硬性标准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为他心动 那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时间节点 你需要的不是那样的一个情感关系 我觉得说对方出现的一个点啊 他就是刚好你需要的那一份情感 和呵护他刚好去给到你了 你可能说是恰好缺的那块拼图 就是他这个形状的 他就满足了你 他让你觉得自己是完整的 继而你会觉得说 这种爱是自己所最需要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说是 最帅的和最有钱当中纠结 但是也许最终我们选择了那个说 给我们带来最多快乐 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合适 大于说是他的一个硬性标准 但是的话呢 合适并不是说 他是将就 我觉得说呢 是你当时最需要的那种 不知道大家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说 你所渴望的 正是这个人将要为你带来的 所以他才会显得说是意义重大 所以才会显得说是他做出了行动 让你会觉得说如此的珍贵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主题是 谁即将狂热的追求你 他之所以能够被定义为狂热 就是因为你喜欢 你期待 你满意 它是一个双向的一种状态 要不然的话 你会觉得说这人发疯了吧 对不对 肯定是你喜欢的 所以才能够被定义为狂热 但是的话呢 他一定是你当下的你 期望得到的那种类型 不过整体而言的话呢 这个人肯定是一个 行动力超强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这里的话呢 抽到的是全正的国王 行动力超好 然后整个人非常非常的那种 有热情积极主动 然后的话呢 有野心 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到 这个人他是绝对喜欢我的 他不是一种自恋的感觉 而是这个人表现的会非常的明显 他就是有一种说是站在你旁边 然后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动 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 再去宣誓主权 我觉得说这段关系 显得狂热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这个人 他可能他本来就是一个说是 急剧酒热情能量这样的人 狂野的话呢 可能说不一定特别的贴气啊 但是一定会说是非常的主动 你看他旁边都呆得有狮子 对不对 还有他是一个火象的能量 然后国王牌再加火象的一个能量 那我真的觉得说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他的一个状态 他是他的热情和他的狂日啊 狂野啊 然后我觉得说是一个经常存在的这种状态 他不太像是一个蜡烛烧完就没了 我觉得他本体他就是一团火 他还不应该称之为蜡烛 他应该更像是凤凰吧 就是说他自己能够说是一直处于说热情似火的一个状态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抽牌啊 好接着的话呢 是恶魔牌啊 虽然说我老觉得说咱们应该是把这个事情讲的 就是说比较偏向于一种说 哎这个怎么样来讲呢 就是浪漫一点吧 因为不要狂热狂热到床上去呢 那就多多少少有点不太那个了 但是他非要出这样的一张牌 我们紧接着就出现了恶魔牌的一个能量 恶魔牌常规理解下 其实他很好理解啊 对不对 恶魔牌就是欲望啊 然后爱情当中的欲望 他必然伴随着说是肢体上接触的这种狂热感 给到你的每一个吻 每一个拥抱 然后再更进一步的一些亲密的这种 这种接触 然后肉体上的这种接触 他都是极具有说是性吸引力的一个感觉在 你就会是感觉这个人整体就是性张力极强 然后的话呢 有些人就是看起来的就会属于这种说 性张力比较的那个一点 你就会是感觉到自己的身上的感觉 就是有一团火在燃烧 然后的话呢 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凡有这种肢体接触 你会觉得说有一种过电的这个能量在那里 所以其实的话呢 我觉得说这个恋情本身就是他这个人足够的热情 那当然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说战友欲极强啊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恶魔牌 国王牌 这怎么看我都会觉得说 生理上的这种需求感 就是一旦开始 他就好像是有一点停不下来 杀不住吃啊 这样一种感觉 反反复复出现这样那些牌啊 然后的话呢 同时我觉得恶魔牌的话呢 也是一种束缚能量 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会蛮有套路的啊 我这个套路 我倒不觉得说是贬义词 因为他对你是真心的 真心的套路 能够让你感觉说 自己是被重视着的 自己被他的一个状态呵护 就是说你来我往 就是他不太像是这种说 高生高中生之间的 这种说纯爱剧本啊 他更像是成年人之间的 那种说是你撩我 我撩你的这样的一个 恋爱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就是你会觉得说挺有意思的 肯定说是属于那种说 你跟他接触的话呢 就是即使你身边有一个 纯爱嘉宾 然后默默的每天对你送花 送早餐 然后车接车送 你甚至你都会忽略 那一份纯爱嘉宾 你都会说是对他上头 因为的话呢 这个恋情 它的刺激程度会比较高一点 不管说是生理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它都像是一个 给人有这种成瘾性的 这种行为 就是你会觉得说呢 就是这个人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不想服 不想 不想服输 不想认怂 但是的话呢 你又不想在他面前 表现的特别的乖 然后两个人就是 你来我往 就是多多少少 有一种说 海王跟海后之间的 这种恋爱模式 那当然来讲 我并不是说 大家是这样的一个 桃花旺道 说是玩感情 这样一个阶段 而是说你们两个人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就像调情 它就不是花心了 我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的出发点决定了 它并不是一个 玩感情的一个恋爱剧本模式 而是说真的就是走真心了 但是又是极具情趣感的 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接触 好 他就会比较类似那种 他送花了 他又不是那种很害羞的 就多少一种 我送花 我肯定知道要得到你的心了 然后我得意 他这个人就是说 会把一个说很纯粹的 爱情的一个表现 展示出来的是 你知道他是想要去干什么 就是他做事的时候 目的性太明显 你就知道他对你的任何的一个付出和行动 都是有一定的这种 想要去讨好 你想要去得到你的心 想要去占有你 你会感觉到他的目的性 就是这样的一种明显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抽牌 好 接着的话呢 我们还抽到了权杖八这张牌 权杖八这个人的话呢 他的狂热的一个能量就在于说是 他会是啊 就是全力以赴 就不是那种说是忙完工作了 好撩你一撩 你会感觉到说是这个人的话呢 基本上就把你的空闲时间都给占用了 他会说是花最多的一个时间 然后的话呢 去追求你 去和你接触 就是在你的身边的话呢 花超级多的这种精力 你可以看到权杖八 他就是你就是中间这个小圆球 他整个人就是两只眼 然后只够听 我觉得这个词有点奇怪 然后一直盯着你 然后就会觉得说呢 你需要什么 我就给到你什么 我要一直在那里思考 如何得到你的心 所以就是一旦啊 他的行为 其实我跟大家讲 如果是我们去 一点都不喜欢他的时候 然后他的行为 可能会显得说是热情到变态 但是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们两个人 又是恰恰好 比较的合适 因为刚好你就是权杖的女王 他就是权杖的国王 他的这些行动 就是刚好多一分显得油腻 少一分又会显得说是力气不足 所以的话呢 就是合适 是你恰好需要的那种 然后的话呢 不管别人给到爱情是几分甜 可能说是三分甜 或者说是十分甜 那如果你需要的是七分甜 他给到你的就刚好是七分的甜度 不会多也不会少 就是让你觉得说非常的合适 然后你不会觉得他油腻 你也不会觉得说呢 这人不在意你 好 然后我们继续来往后面去看 那讲到了这些 说是这个人能够做到事情之后 然后他的一个追求点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啊 就是这个人呢 他能够为你带来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啊 这样的一个人 好 这个人的话呢 我们抽到的是这个 嗯 他能够给你带来的东西还蛮多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牌面能够看到 它是一个说是非常圆满的这个状态 而且他是 他的牌液本身写的就是说 这个比较偏向于神圣的一个能量 他像是一个魔法阵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 他给到你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还是蛮多的 就不是那种说 你需要他给到你的东西 你恰好有 然后呢 你也有 然后你会觉得不喜欢或者不在意 而是说 其实你也会觉得说非常好 然后以及说是非常合适 这样的一个阶段 然后同时的话呢 这里 这张牌让我看到说是 就是这个人来到的时候啊 他会是和你的这种观点 非常的一致和拍 他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会觉得说是精神上的这种高度的一致 他像是那个 就是怎么说呢 你会觉得说 你的任何独特的这种想法 平常不跟别人说的一些感受啊 想法呀 到他这就显得说是刚刚好 非常的一致 两个人能够说是 有这种说是同频共振的这个能量在啊 然后我们再来抽牌看哦 这里的话呢 就是很闪耀的一个能量 这个人 因为他给你的这个 我主要是想快点抽牌 把这个恶魔牌挡一下 因为这个恶魔牌刚刚发现 可能会造成有一些 这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的一些不舒适 然后我们就是把两张牌一起抽出来之后 一起来看 然后的话呢 这一张牌会感觉到说非常灿烂的一个能量啊 然后他会比较偏向于说是 你和他接触过程当中 他能够给你带来的是一种说 能量上的提升 就是你需要的一个资源 你需要的一个讯息的话呢 他好像都能够去给到你 这个人我会觉得说呢 他能够说是帮助你去跨越一些阻碍点 就是给你传达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然后告诉你一些真正的讯息 能够帮助你去跳过一些阻碍 所以他会有一种说是 你需要的资源啊 需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呢 他好像都是有 然后所以这个人的话呢 是来自于说是很高能量这样的一个人 他应该还蛮优秀的 他能够给你带来的是一种说是 特别热烈的这种情感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他不会给你带来油腻感啊 你就会觉得说呢 这个人说的甜言蜜语 又是自己恰恰好需要的这种状态 因为这种花的能量 感觉就是说 你觉得有很多次时间点 就是心好像被击中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说心花怒放 就和这个人真的很开心 特别的快乐 有时候的话呢 你会觉得说谈恋爱 这个人好像是都很好啊 又很优秀 长得也好看 然后对我的话呢 该有的这种礼貌也都做到了 但是很奇怪 我对这个人就是没有那种说是心动的这个感觉 然后如果过去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么的话呢 在这个人身上你就会是天天有这种心花怒放的这种能量 你会觉得说呢 自己好像就是说每天都超开心 然后不见这人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说是今天缺点什么了 但是它并不是那种说 比较简单的这种说是 依偎在一起你浓我浓的这种情感 就是两个人的话呢 会有一种说是爱情套路 就是你套路他他套路你 然后这个就是小小的套路 只要是真诚的 都显得说是像调情一样 然后就比较的让人觉得说 还蛮有意思点的 就是有趣微信啊 你们这个关系 然后另外这张牌 我会觉得说对方的话呢 他是能够帮我们 就是第二组朋友啊 在这个事业上啊 然后以及说是你的整个生活 都会有大的一种帮助 而且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他不仅说是能够陪你玩乐 陪你玩笑 我同时也会觉得说呢 对方他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这种包容性 就是一个非常轻松愉悦的能量 你和他相处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自己卸下心房 过去可能会有一些人 你和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总是要去提防什么 然后总要是心存芥蒂 这个人我估计说是你能够去百分百的相信他 他能够打开你的心 你就会觉得说他讲出来的话 即使看起来不那么真诚 但是你也愿意去相信他 就是一个说是感觉危险 但是又很想靠近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还有那种感觉就是 你会感觉到自己是被他认真呵护的 就是他玩笑归玩笑 但是正经的时候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说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可靠的 就是你能够去接受他 而且我们第一组朋友如果说过去的时候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优秀的人啊 自己在哪一个地方上面有缺点 甚至说你因为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被其他人抨击过伤害过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是会温柔的去用他的双手呵护你 就是你的一个在他人眼中 看起来奇奇怪怪的那一面 在他的心里则会是有一种说是 要去认真呵护的这种感觉在啊 他们会觉得说你奇奇怪怪的 但是对方的话呢 就是他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想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诉求 所以他就是有一种说是 我很确定我就想要陪伴在你的身边 我想要去呵护你 我想要用我的手 让你的话呢像一朵花一样漂亮 我们常说的爱人如养花对不对 就是这个人的话呢 他想要去拥抱你 给到你爱的这种尊严感 就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爱情当中的话呢 因为我们想要这个人啊 我们想要他给我们的爱 我们也想要维持这段关系 可能我们会隐忍退让 降低自己的这种原则感 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会爱得这么的卑微 然后对方没有给到你 你想要的那种爱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说 自己好像说是失去了自我 由于既痛苦又舍不得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让你对自己的自我认同感 降到最低 你会在爱情当中非常的恐惧 但是你遇到他之后的话呢 你过去可能是一个已经枯萎的鲜花 在他的温柔耐心体贴的呵护之下 在他的这种说是耐心的爱的滋养之下 你这个花就又全新的盛放起来了 又重新生长起来了 这个人的话呢 他会给到你的是一种滋养的这种感觉 让你整个人显得说是娇艳欲滴 显得说呢是魅力无限 他会觉得说呢 你就是他眼里的珍珠呀 每一面都是在他心里 非常的美好 非常和谐的 就他从来不会觉得说 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任何的不般配 他也不会觉得说呢 他比你好什么的的 即使说是从现实角度当中看起来 这个人可能真的说 有一定的光芒似是的能量 但是他的光芒感啊 他最想照耀的是你啊 他不想照耀其他人 在他眼里 其他人对他这种感觉 并不是说非常的重要 相反他认为这说 你才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那个人 他想要说是成为你的这种说是 滋养者照顾者 小心的呵护于你 想要等你这颗珍珠的话呢 光芒真正的去闪耀出来 他相信你是光芒万丈的 相信说呢 在他的陪伴之下 你可以说是非常的开心快乐 然后能够去实现你的梦想 实现你的这种精神上的 这种未来的需求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他能够为你带来的是 真正的自我 就是你会发现说 你在爱情当中像一条小鱼一样 可以游来游去 他给你的爱的话呢 是很宽广的 你就会觉得说呢 自己好像是有极大的这种自由感 你就会觉得说呢 好像这段关系当中 没有什么框架 没有什么规则 是需要你去约束的 因为他给你的爱的话呢 是可以让你放松的 你不必说是在他面前去表演 去伪装 去展现你的完美 就是你的美面 我觉得这人都会说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他觉得说你就是珍珠呀 他要当你外面的这种坚硬的壳 小心的呵护着你 然后的话托举着你 让你成为一个光芒万丈这样的人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吧 看他的一个基础讯息 好吧 然后简单看看说 这个人 然后他的一个基础讯息是如何的呢 好 圣杯的国王 如果说是圣杯的国王的话呢 那这个人他真的还蛮优秀的 事业上还是挺优秀的这个感觉 因为如果是国王的话呢 是能够说是做一个极好的这种领导力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的下水呀 他的团队的成员呀 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而且说如果他是圣杯的国王 看起来就会属于那种说是精神力十足 精神魅力就会很强大的人 他有一个光芒感 你看着这个人你感觉他在发着光 然后也许说你会有遇到过比他更优秀的人 但是因为他的精神魅力太过于强大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与众不同的 就可能说是有比他更大的西瓜 但是你觉得这个西瓜我就觉得说我刚刚好 所以你就会选择他 就是爱的滤镜存在于你的眼光当中 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平时可能是事业脑 但是相遇的时候可能会互相的都变成了恋爱脑 看对方的时候都会是浑身散发出那种爱情的这种梦幻感 比较的怎么说呢 变得不像自己 但是还好啊 这次变得不像自己之后的话呢 并不是隐忍退让之后的这个变化 而是什么呢 而是说你自己心甘情愿 你会很快乐的变化 你会很快乐的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这种自我 上美国啊 我觉得这是蛮优秀啊 他可能会是做一些就是 比较就是 让我觉得说呢 是和情感相关的一些行业啊 要么说呢 他是主持人啊 他是一个 就是需要很多人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一些主播或者是自媒体职业 他要需要去露脸的 需要一定的这种关注度 或者说呢 本身他就是自己做这种很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全上四我也会觉得说 这个人的话呢 给人的感觉是属于这种说 事业有成的这样的一个人 实力很强 他身上好像是充满了一种说是 我不着急 我不慌不满 我认为我会能够做到很优秀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会在此方面的话呢 比较有自信 自信感就来自于说是 他自己可能就是已经取得了很高的这种成绩 稍微地位很高啊 事业有成啊 财力雄厚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当中 就会大量存在一种说是 你好像看他 非常轻松就做到了一些其他人眼中 非常难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另外全上四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说 支持他的人 相信他的人很多啊 真的会感觉这个人是带团队的 或者说他自己创业的 然后而且说是做的就很优秀了 他下面会有很多人支持他 相信他 然后的话呢 亲和律实强 属于那种说是在大人眼中的一个好孩子 就是你要是带他去见你的家长 你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是 一眼就相踪这个人 就会有一种说是 好就是他了 可能就会催你说是 你定下来的他吧 他很满意这样的一个人 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 同时全上四的话呢 我会觉得说这个人啊 朋友还蛮多的 真的人缘挺好 他和你有一点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说你们都属于那种说是 朋友很多 很多朋友认为你们是优秀的人 很愿意和你长期交朋友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进入社会之后呀 或者说呢 是在去工作之后 生活圈子变小 就交不到新的一个朋友 但是这个人 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 他都属于这种说是 朋友很多 像你们一样都属于这种说是 很有人缘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所以的话呢 适合去自己做一些事情 如果说是带团队的话呢 其实真的会是受到周围人极大的这种支持 有人和善啊 就有人很善良的 好 又是一张火元素的牌啊 所以这个人的话呢 身上真的会有这种说 月情似火的这个能量在的啊 所以他是一个行动力极强 有想法 有梦想就要去实施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再去真正和你靠近的时候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说 这个人他是实打实的在去做一些 让你感觉到心动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说呢 哎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确实说是非常的甜蜜 而且这个人他会愿意帮助你 做非常多的事情 这个人不只是条件好 他个人能力个性都非常的不错 因为权杖四绝对看出来的话呢 周围的朋友 周围的人都非常喜欢他 当你遇到什么样种阻碍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人他都会想要去帮助你 而且是很坚定的相信你 你就是说要去得到他帮助的这样一种感觉 在啊 可能过去的时候一些感情关系的话呢 因为一些利益因素 显得说是比较的特别 显得说是有一点不单纯 会让我们在想说 是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如此呢 并不是的 这个人的话呢 他不是那种说唯利是图的人 然后也不是那种说是为了物质 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说把你们这段感情当成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去对待的啊 我觉得他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很强烈 对权杖三出现的时候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就是非常的长远 他会想要和你有一个美丽的确定的这种未来 就是他会认为就是说你们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你们是可以说是结一个果实出来的 是那种说是经历很多的阻碍 很多的困难之后 依然会去手牵手走到一起的人 他就不会怀疑你们的未来不能够去走到一起 我觉得说呢 就是有些朋友过去的时候曾经被一些能量伤害 现在也是说周围的环境处于一种说不利于恋爱的一个关系当中 那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的话呢 好像是被这个环境因素也卡住了 然后而且就是好像被一些有多的能量伤害过之后的话呢 你好像是有点懵了 不知道如何去做如何去进行 所以有些朋友现在身上还有一些脏水啊 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人的话呢 他会来帮助你 就是在这个人的帮助之下 所有的事情的真相会被揭露 然后大家会看到真实的一个事项的原因 然后的话呢 你会能够去平静的去做自己 就是你会知道自己要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真实的你是如何的 你会像是这颗珍珠一样 然后的话呢 能够去得到真正闪耀光芒的时间点 你现在就是没有被打开 别人看不到你的优秀点 那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就相信这个人 他一定是能够去向你去证明 向周围人证明 你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人 他给到你的爱意和呵护 也是说是因为你的值得啊 你在心里的话呢 对他而言不是一个说他要去拯救的人 他觉得说你其实也在去拯救他 他是在和你互动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他就需要你这样的一个恋爱关系 过去会有那种说是刻意讨好他的人 但他没有这种心动感觉 他就会觉得说 你们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时候 非常的契合啊 就是你给他这种感觉 你并不是那种说是非常强硬的那种坚强感 给我的感觉你是属于这种说是很柔和的 愿意为了这段感情关系的话呢 就是调整自己的人 然后你和他相处的时候啊 在他心里站的位置就是说 他所有的这种说是尖刺都炫意 因为你而软下来 就心甘情愿的去张开了嘴 让你看他的牙齿而不会伤害你 也会愿意让你看他的伤疤 告诉你他过去的经历如何 但他不会说是给你压力 也不会说是去勉强你 更加不会伤害你 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话呢 让我觉得说别人看起来好像是说 他社会地位很高啊 他的实力啊财力啊能力很优秀 但是我觉得说在对方心里看来 你和他从精神层面就是平等的 就是和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认识他心里面的话呢 一百分的这样一种答案 然后能够去遇到你 他就觉得说是什么呢 我们常说遇到即是上上千 能够相遇 我觉得说这人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感恩 他会有一种说是 就觉得你们两个人很合适 是在他那段时间就是 觉得想要的恋爱对象 就是你这样的一种类型 这个人可能说是过去啊 被你拒绝过的一个对象 虽然你曾经拒绝过他 但是的话呢 他不会说是因为你拒绝过他 然后就会说是表现得 怂了 然后不敢有勇气了 我觉得说呢 他还是很执着的想要为你 做出努力和改变 非常克制 克制的去爱你 但是同时的话呢 他是他有的东西 他都想要去给到你 那我们继续来往后面去看 看看说你们的故事 会是如何的发展 我们请到我们这幅岛屿卡来 看看说你们的爱情 是如何发展的呢 好 这里的话呢 看起来是一种说是 救赎的一个能量啊 所以你们之间的感情发展 一开始就极具有这种 帮助的这个信息 就是他会帮助你 他会信任你 他会坚持的相信 你就是他的命中注定的缘分 他会非常想要给这个关系的话呢 带来一些积极的这种改变 就我觉得说这个人对于说是 你们的感情关系 他就会是一个 即使身边的人 说一些不利于感情关系的话 依然会坚定的相信 说是你们这个关系 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我觉得说呢 他在去和你一起面对这个关系的时候 他是比你行动力还会更强烈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会说是很用心的呵护于你 你们这个关系一开始 两个人可能是观察对方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再去观察对方之后的话呢 就会说是积极的去有所行动 去促进或者说是去推动这个感情关系 因为的话呢 会在过程当中感觉到说 这个人很重要 你看戒指牌都出现了 所以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拼尽全力的去爱你 拼尽全力的去呵护你 你会在他的一个行动过程当中 感受到你的意义 你存在的一个意义 你就会发现说 自己就是值得这么美好的爱 可能过去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爱情经历啊 他会让你去丧失掉对爱情的这种渴望感 丧失掉对爱情的这种吸迹感 但是这个人的话呢 他就是想要去帮助你 可能是财务上的这种资源 或者其他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人是能够去疗愈你的内心 疗愈你的情绪 然后有些朋友可能财务状态上的话呢 有些问题 或者你跟你家人之间的这种财务状况 有可能的话呢 是不顺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出现这个戒指牌 他就是一个说 闪着光芒 极具有价值的关系 他是来到的目的的话呢 其中有一个 一定是想要让你走出一个不顺利的一个情景 想要让你更顺利 更开心 更快乐 虽然说你们相遇的时候 可能我们第二组朋友 处于说是非常不顺利的一个阶段当中 但是的话呢 他就是想来帮助于你啊 所以可能会有很多人 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是为了伤害我们 但是这个人 绝对说他是想要去保护你 给到你承诺 给到你呵护 让别人看到你是有价值的 你是存在光芒的 你是值得的 就是他会给到你的是非常闪耀的爱 不是那种说是很低调的 别人看不见 就是又有一种说是 属于这种说像闪电一样能够去刺痛那些过去伤害你的人的眼睛 让他们知道说过去他们伤害了一个不该伤害的人 因为这里有一个闪电能量 你们相爱过程快速倒是还蛮快速的 就是会有一些朋友有这种闪婚闪恋 可能说是另外三个月就开始结婚了 谈婚论嫁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一点都不慢 相反的话呢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在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个积极快乐能量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人的话呢 他就是因为合适和你发展才会很快啊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话呢 我觉得说他的行动是很积极的 确实说是行动力很快 然后拿出所有的一个行动力 所有的这个热情啊能量啊都来去追求你 靠近你 因为感觉到他对你的这种热情啊或者行动力啊 是一波又一波 然后今天策划这样的一个小浪漫 明天又策划另外一个大浪漫 你会觉得说自己每一天都是很开心很快乐的 过去自己的生活可能说是非常沉寂的 黑暗的 然后有压力的 但是和他在一起的话呢 他会说是比你更在意这段关系 他心里更害怕被你抛弃 更害怕你是一个用情不专的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人他出现在你面前和你故事开始的时候 他会想要去拿出所有的行动力 然后去抓住你啊 拥有你的心 得到你这个人紧紧的把你钻在怀里面去拥有你的一个承诺之后 他才会能够放松下来 然后看这个喝咖啡就是我觉得说 你们这个关系发展的话呢 第一个来讲 前期很快速到后面慢慢的缓慢下来 但缓慢下来的话呢是因为他很确定你的心里装的就是他 你的心里面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会才会舒缓下来 另外一个我会觉得说你们两个人后期的一个约会真的很频繁 类似于说是午餐时间啊都会想要说是一起去出去玩啊出去开心 然后去吃饭的时间也会想要去和对方视频 反正就是利用了这种说是碎片化的时间和对方去专心的谈了这场恋爱 然后当然来讲出现这个戒指牌的话呢 我觉得说后期你们与其实谈恋爱不如说已经进入到这种说稳定的情感生活当中啊 因为他会具有一定的契约性 另外一个的话呢也会让我看到你们可能共同的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喝喝咖啡啊 你们可能是说开咖啡馆啊 或者说是从事咖啡行业的某个事情啊 或者说是一些饮品相关 然后或者是食品相关的一些行业 然后的话呢 共同去开发烘焙啊 或者说是咖啡啊 或者说是其他这种食物的一个线条这样的一个东西 共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说两个人这个捆绑程度更深了 就是因为有一些共同在去做的事情 所以两个人就会是说感觉非常的亲密无间 然后的话呢 即使说你不用眼睛看 你也会觉得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 非常亲近 两个人之间的话呢 不会有那种说是疏离感存在啊 非常的合适合拍的这种感觉 好 然后再次出现蛇牌 蛇牌的话故事发展会有一个小高潮 来自于说是一些不太好的这种能量 因为这个蛇牌 第一个来讲就是故事啊 它会发生了一些变动性 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考验啊 会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然后的话呢 也会有一些就是有人眼红于说是你们这个感情关系 但是的话呢 他即使感觉到他和你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考验阶段 但是他会更坚定 因为的话呢 他会害怕 就是说是一旦关系出现变动 可能你的心就会是被其他人再次的带走 他又再一次的有这样的一种危机感啊 就会害怕不行动 然后说是不去干点什么 然后就是你们的关系要存在一定的变动性 那我也觉得故事发展到最后的话呢 就其实的话呢 你们好像是这种甜蜜感 一波一波又一波的 然后两个人之间情感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合拍啊 这个关系让我看到就是说有极强的疗愈性 然后就是有一些有毒能量进入的时候 也不会伤害你们的关系 另外这个蛇牌的话呢 咱们又再次的回归到这种说是吃苹果的一个事情当中 感觉两个人估计说 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历久弥新 就是永远就有新鲜感 然后的话呢 开发的一个姿势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个话题讲起来就又会有一点说是不入流了 咱们就刹车吧 好咱们刹车咱们就不开车了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来看一个主题 就是看上天的一个建议是如何的 好不好 关于真安完美的恋情 上天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 第一组 抱歉啊 是第二组的朋友们 就是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能在去面对这个感情关系的时候 会有点着急啊 会有点慌 但是的话呢 你不要着急 因为它真的来的还是挺快的 不需要太久的时间点 这个关系它就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的话呢 显现出来 不会说很久啊 几周之内这个人说不定就会有一些出现的讯号 来到我们第二组朋友的身边 你就会感觉到说 哇我的心念已经开始了 你就会有这样这种心动的感觉 或者说有些朋友如果说你当下的时候 你觉得说我现在爱情对我而言的话呢 一点都不重要 我不需要爱情 我不需要说是干嘛干嘛 那这一段关系会在不久的一个时间点内 你就会觉得说我好想谈恋爱 就是怎么说呢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不需要感情 但是其实的话呢 这种感受只是短暂的 你还是会在某个时间点的话呢 发现自己新的可能性 发现自己新的一个需求 上天在告诉你 当你疯狂的想要去恋爱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说是这个人出现在了你的身边 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疯狂 想要去恋爱的一个感觉当中的话呢 你就说是坐等 这段关系很快 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要去相信自己 不要慌啊 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说 感情这件事情非常的不确定 非常的缥缈 是不是说爱情当中的童话 只是属于别人呢 我觉得上天在告诉你 你相信这一把钥匙 爱情的钥匙 它就在你的手中 你去向前走 这光芒就在你的手边 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是一个专属于你的爱意 然后你会在这个爱情当中的话呢 感受到这些好消息 然后接踵到来 你会觉得说 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话呢 是很美满的 看这张牌卡的讯息 真的很幸福 给我感觉说呢 是人生当中最真诚 最沉粹的美好 会在未来几周之内的时间当中 环绕着你 你会觉得说呢 自己是无比的幸福 然后一些有毒的能量 让你感觉紧张的 害怕的 一些低频的讯息 都会从你的身边去离开 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 是非常平静的 稳定的 幸福的 整个人你会觉得说 自己的话呢 非常完美 而且说 你会认为自己就是值得的 所以真的要相信自己 过去 不管说是当下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是因为说是过去的课题考验 而你未来要去迎接的 是美满的未来 好 这些的话呢 就是我们第二组朋友的所有信息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祝福大家越来越好运 大家记得领取 好不好 然后领取更多好运 才能够说是积极的去显化自己的人生 显化自己的梦想 那就这样 祝福大家 哈喽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这张就是大家所选到的指示牌卡 我们先将它放到一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来抽牌 看看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你们当下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 帮助大家来确定一下 是否选择到了正确的分组 我们来抽牌看哦 第一张牌的话呢 是恶魔牌 这组牌的朋友的话呢 非常的有魅力 属于说是就 你不需要特别的去做什么事情 然后都能够去吸引到别人的一个目光 别人的一个关注度 那么同时的话呢 这张牌给我看到 就有一部分朋友在去怀念过去啊 就是关于过去的某一段经历 某一段回忆 记忆当中的某个情景 然后当下处于放不下的一个状态 还在去想 然后心里面的话呢 有所怀念这样子 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就是我们拼命的 再去回想之前的时候 是因为可能现在的生活当中 有哪些事情是自己不满意的 所以的话呢 欠缺了某种情感 才会让我们去想过去 然后的话呢 还有就是恶魔牌的能量 会对应到说是 这组朋友最近会有一点说是 这种 因为欲望产生的一种上进心 也就是说 最近可能会觉得说 我想要买买买 我想要去得到什么事情 我想要让我自己达到某一种状态 所以趋生出了说是非常强烈的这种上进感 想要去做成某事 达到某个状态 这样的一种感觉哦 哇 这个全脏八给我的感觉也很好啊 第三组朋友不缺讨话吧 我觉得说 这种说狂热的追求的一个爱情 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 那么说 如果你至今依然说是恋爱次数比较少 那其实就证明着说我们第三组朋友在爱情当中 比较的追求完美啊 这组朋友会有一些 会有一部分人的话呢 是属于那种说皮肤非常好啊 就是像牛奶一样 就是又白又嫩的这种皮肤在那里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给我感觉说你们的穿衣风格比较极简啊 就会是这种黑白灰这种色调 不会说是穿的太过于张扬的颜色 或者说是装饰在那里 然后以及说 诶又是八号牌 可能说是我们第三组朋友的话呢 你们的生命数字当中和八的相关度会有一点大哦 那这里的话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保健八 保健八就真的是心里在去想一个 说是有距离的感情关系 然后的话呢 就是心里只想却是遥遥相望 没有更进一步的这种感觉在 那其实这一组朋友 你会给我的能量是比较先向于当下 然后会觉得说不开心的一个能量稍微多一些 就比较的孤单啊 比较的落寞 身边有没有朋友 有朋友的 但是好像说朋友周围的人 他们给你带来的喜悦的能量是真实的 但是也会短暂就是留不久啊 然后和朋友分开之后 你可能立刻就会感觉到一种说非常落寞的情感 不是那种说和好朋友开开心心的吃一顿晚餐啊 逛个街之后 然后能够回到家里自己还能够开心一整晚 就是一旦身边没有人之后 独处的时光当中 就会让你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一些回忆 然后就涌上心头 还有就是这一组朋友最近的话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们有一点情绪反扑嘛 因为这里看到回念过去 就是有一些朋友过去的时候 有一些感情经历是你主动想要去结束 可能是因为说是觉得结果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所以会想着说是提前斩断 但是后面会发现自己的情绪的话呢 像这种浪潮一样 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状态 所以会因为这种说是浪潮的这种翻涌 然后心情处于不平静的一个状态当中 其实我会感觉大家属于对爱情非常的投入的那种类型 一旦说是你付出真心就会有一点杀不住吃啊 尤其是在感情当中豁出全部去爱一个人的这种状态 所以你也许说是因为比较了解自己是怎样去爱人的这种状态 你反倒说是在去谈恋爱的时候比较容易后退哦 这组朋友我觉得说你们的恋爱观是非常真诚的纯粹的 但是可能真的说是因为对自己了解很多 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我觉得说是疏离的抗拒的 表现的是一种说我不需要爱情的这个状态 其实心里是需要满满的爱情的呵护 然而的话呢就是你会更加的喜欢用距离来去考验一些人的真诚程度 那么有些人虽然说他确实是真心实意的想要靠近于你 但是会因为这种高冷的能量不太敢于说是离大家太近 这组朋友爱情的经历非常的坎坷 因为过去的爱情经历当中遭受了一些不美好的这种回忆 然后有些朋友就是被一些人利用 然后的话呢被伤害 就是会有很多痛心的这种经历在那里 然后的话呢关键的点就是说 你还深深深深深深的爱上了那个伤害你的人 这个才是比较致命的一种伤害感疼痛感在那里 然后第三组的朋友声音会比较的好听 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女生的话偏向于女王的一个气息啊 高冷调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高冷当中又会带着一种说是非常有魅力的诱惑性 吸引着他人靠近 然后男士的话呢就会给人感觉是比较偏向于 话不太多 然后别人会觉得说你是那种不太会讲情话的人 但是其实心里面的话呢是柔软的一汪春水 好我们第三组朋友的星座能量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参考太阳月亮上升摩羯座的一个能量 以及说呢就会有我们的白羊狮子射手啊 还会有我们的风向的天秤水平双子 那么星座它仅仅真的是一个参考 就是你听完前面讯息不确定了 你再用星座讯息去对应 那么说如果你听到前面的能量部分 你觉得说啊这已经是我的状态 那大家就继续往后面去看就可以哦 因为的话呢星座它是不可能全面的 不会说是大家都只有这几个星座嘛 对不对 好然后的话呢如果符合到大家讯息 我们就继续往后面看咯 今天要看的内容就是说 谁即将狂日的追求于你 我们就来抽牌看看哦 大家这个恋爱对象 他是谁 他是否已经出现与你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来抽三张雷诺曼看 哇这支牌 在你的生活圈子当中 在你的生活圈子当中 甚至说是曾经你暗恋的 你喜欢的或者是向你示好过的人 但是的话呢 这个传牌啊变动性很强 就类似于总说是有暗卖情感 最后没有结果的一个人啊 然后对方会因为距离的因素 或者是其他元素的话呢 离大家的关系稍微有点远 而且说有些朋友心里喜欢的人 和你之间关系有点复杂 这个复杂的点就在于说是 你们的关系当中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禁忌的能量 然后的话呢会阻碍蛮强大的 有些朋友你为什么会喜欢上这样的一个人啊 我感觉说真的难度挑战有点大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些朋友 你说的有没有出现啊 我觉得说对方会在近期出现的 好不好 然后快点的朋友的话呢 三个工作日他就能够去出现 三个工作周啊 周啊 三周三周没那么快啊 抱歉口误了 然后再远的一些朋友的话呢 春节时间点也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久别重逢 然后的话呢 爱意爆棚的这种感觉 他会向你释放的 绝对是这种 说是积攒了很长时间的这种爱 虽然说呢 现在是有距离的这种关系状态 但是的话呢 近期一旦见面 他就会是热情似火的向你靠近 向你去表达情感啊 而且的话呢 就是你们的一个关系 虽然说啊 不会立刻开始啊 就有些朋友还要再等一等 但是的话呢 你们真的就是一见面 就是我觉得说呢 就是这个瞬间点燃 点燃了爱情之火 你们关系发展超快的 好不好 是一个说情感在压抑的一个状态当中 对方就好像是准备好了种种啊 种种爱情当中需要的一个能量 然后就等着说是与你相见 我觉得在他和你相遇的时候 他也是空窗气了很久 在情感上一直没有遇到自己心动的人 所以再去与你相爱 向你心动的时候 对方的话呢 他就会有一种说是全力以赴 他不是说刚爱过其他人 处于说是电量不足的状态 他是一个早就充满电的一个人 而他只想把他的所有的电放给你 然后击中你的内心 然后再得到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是 对方会狂热的追求你的原因啊 对方非常非常的具有说是 热情似火的一个能量 尤其如果说对方是男生的话呢 我觉得说真的要把我们第三组朋友们融化了 就是这个大大的诚意在这里 他这个目的性很明显 他就会是见到你的时候的话呢 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归属感啊 我觉得对方的话呢 阳性能量极强 非常的外向热情有行动力 然后属于这种说有责任 有担当这样的一个人 男生的话就是那种男友力爆棚啊 然后我觉得他极具有力量感 应该的话呢 等会我们来看看他的身材好不好 我还一会看 我还一会看啊 然后的话呢 是属于那种说做事情 风风火火非常讲义气 如果对方是女性的话呢 我觉得说那你更加是会得到对方全力以赴的爱 他会类似于说是这种说 姐姐型的这种恋爱对象啊 非常非常的优秀的这种感觉在的 好会有蛮多朋友还没有遇到对方 即使说你心里现在想的有一个人 你们之间的关系近期还要去等一等好不好 但是呢不要着急 很快你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那我们接着的话呢 先来提前去看一下吧 他是如何狂热的去追求你的 好不好 我们来抽我们的塔罗牌的能量来看看哦 好 来洗牌看 抽牌看 第一张牌的话 星碧女王 那这个 这个狂热的这种追求方式的话呢 我会觉得说还蛮特别的 有一点说是那种比较偏向于物质满满啊 就是说拿这种超多的礼物 然后真诚的稳定性的这种爱来去靠近于你 因为星碧的女王看的话呢 就是世俗上的一种东显度啊 对方绝对说是给这种说啊 你肉眼能够看得到的一些承诺和付出 就是属于这种说是 你想要的只要我有 我不仅给你这一个 我要把我全部的都给你 你要一块砖 我就给你做成 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是非常 阔气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你只要问他张口药 他就会把他所有的都给到你 属于这种说是 拿物质来宠你这样的一个人 他会真的很舍得在你身上付出 这种付出真的不是说 一句两句的甜言蜜语 它是属于那种说是实实在在的 去要去打开他的钱包 去付出的这样一种类 这种类型啊 非常的温柔 因为你的星碧女王 怎么看都给人感觉是那种 说是很舍得的 我觉得对方他并不是一个 非常大方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话呢 给我感觉说是身上的这个 金牛座的这个属性很强烈 是一个说呢 视野金很重啊 然后的话呢 其实对待其他人 在物质上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他的狂热点 我觉得就是一种偏爱 因为你会明确的看到说是 他对自己和对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就只对你大方 只对你特别 反复说是所有的一个 原则在你身边的话呢 都要去向下调一调 对不对 属于那种说我的原则在这里 你踩到我原则了 好 那我再往后退两步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会说是你踩到他原则了 他冲你大声 说什么话 他会说是很温柔的去调整自己 而不会勉强于你 所以我觉得说 对方的狂热体现了这种偏爱感 你会因为他的特殊对待而感觉到说 自己在他心里是特别的 那当然来讲 本身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也是属于这种说 比较务实的恋爱观啊 你需要的是特别 然后你并不是需要钱 或者是需要物质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属于那种物质层面 你自己就很独立 自己就会自给自足这样的一个类型 所以其实别人拿钱砸你 你也不会说是有多么的这种心动 因为你在意的是对方的心 而不是说这个钱 那当然来讲的话呢 如果是又有真心又有钱 当然更好 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啊 就能够给到你的 是满满的这种稳定感 同时你会很确定 你在他心里是特别的 就是有这种说 明目张胆的这种宠爱 非常大大方方的偏爱给到你 不会让你觉得说是躲躲藏藏 不会让你去从细节当中去寻找 但凡说是有爱情需要去寻找 那就其实证明着说 对方的话呢 在面对爱意的时候 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状态 我觉得对方就是很大胆的 很大方的向你去展示 他对你的这种情感 就是不一样的呀 就是说很特别 很另类的 然后的话呢 可能所有的原则 到你这边的话呢 都不是原则了 都是说可以有选择的选 有选项的选择题在这里了 好我们继续来往后面抽牌去看哟 接着的话呢 出的是星币酒的逆味 那这张牌的话呢 感觉说啊 就是对方有在给到我们 来挡一下 好 这个第三组朋友 给到你这种宠爱的话呢 多少有点不计成本了啊 他也可能说是对其他人的时候 比较小气啊 或者说是有那种说啊 不是很大方的这种状态 到你这边全然不会 就像是被你撕了这种 说是迷魂水一样 然后身边朋友都会觉得说 他怎么这么这么的上头 但是没有办法 你就是会在他宠爱之下的话呢 有恃无恐 就是真的是属于这种说啊 什么原则底线 然后到这里都是非常非常的低 就是无限的这种宠爱 不会说是给你条条框框去约束你 你说在其中的话呢 任性 有些朋友我知道说 大家并不是属于这种说脾气很大的这种类型 相反的话呢 你是属于这种非常懂事的人 在爱情当中的话呢 你是谨小慎微的 你是谨言慎行的 你不会说是想要让别人认为你是一个物质的人 不想要让别人认为你是一个任性的人 但是的话呢 人在爱情当中 或者说你说爱本身 他就是猜疑不信任嫉妒战有欲和抓狂和敏感 这些情感是很正常的 但凡你在爱情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其实都证明了这份爱 它是一个说真实存在的 你如果对一个人相近如宾 然后的话呢 彬彬有礼 这并不能证明着说你们的爱有多么的好 相反只能够证明你是一个说 多么为人考虑的一个人 那我会觉得说 对方对于你的这种狂热爱 有一点危险的点 就是他可能真的会宠坏你啊 让你会觉得说 自己就像是一个说 可以任性的小公主小王子一样 他就好像是说呢 尽可能的为你带来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为你的话呢 去造一场梦啊 去造这个爱情的梦想 就是极具宠爱性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对方他是很两极的一面 对他人可能说是严厉的 可能说呢 是高冷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属于那种说要求极严的这种状态 那么说对你的时候 我觉得说他可能就是真的 没有说是那种特别明显的 这种边缘性的一个要求啊 就熟悉他的人就会觉得说 天哪 他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是偏爱 是偏爱让他的这份爱显得非常的狂日啊 以及说是特别啊 好我们继续来往后面看 然后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土元素的话呢 说不定有些朋友 你和对方啊 是在工作的一个因素当中 是有遇到或者说是开始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全杖三出现 他的这份爱的话呢 应该说是会去考虑未来 是会让你觉得说呢 和他在一起是有未来 有结果的 而他不会像是一个夜晚的烟花 绽放之后天亮了 这份感情就不见了 不是的 你们既能体会夜晚烟花的绚烂 又会能够说是一起相互依偎着看太阳升起 那我会觉得说呢 这份爱情它的浪漫点 就是说它的持久度啊 持久度非常的久 你们之间的话呢 可能说是也会有一些利益上的这种捆绑 就是说一开始的话呢 是两个人是因为工作上的这种事情的沟通 谈公事 谈生意啊 合作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谈着谈着的话呢 就开始谈情说爱了 然后搞事业搞着搞着 就变成搞对象了 这个感觉在啊 所以的话呢 你们这个关系就是说 他好像是权力在去撮合你 也许说与你合作的时候 他得到利益点的话呢 是比较偏平淡的 那这个人也许说 他确实已经在事业上的话呢 获得成就就还蛮高的 那你们差异感也还蛮强 但是的话呢 他就是有一种说 想带着你去一起往更积极 更好的一个方面去走 你们可能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啊 或者说是这种工作对接的 这种上游客户 下游客户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会觉得说 他非常非常的照顾你 非常的包容你 你和他在一起会成长 因为权章三 就是未来可期的这种心态 然后的话呢 虽然说是追求 但是我会觉得说 他对于你的爱意的话呢 不仅仅说是 是狭隘到说是 只是给爱 给什么机会 资源 更多我会觉得说 对方他是想要 让你和他一起去 共同的成长 虽然说是真爱 但不会是那种说是 腻到发后啊 而是说呢 有甜有盐的这种状态 就是我会觉得说 你们真的是成长 成长中感受爱 成长中的对你的偏爱 而不是说 宠爱到一定状态 让你丧失说是 生活的一个 基本行为准则这样子 我觉得他会想要 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他会说是 想要让你 不停的去有所突破 然后的话呢 心必发的你以为 会让你再去 付出一分力气的时候的话呢 得到三分的这种回报 甚至说是十分的回报 就是他会为你铺路啊 这个土原素能量 真的好多呀 土原素能量多 就是代表就是说 他给到你的这种偏爱 是一种说是现实的理性的 但是说呢 是会让你很心动啊 就是你不需要去付出很多 真的就是只要你去想要拥有 他就会给到你 你要说不认性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的话呢 又不会让你觉得说 这是白给的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应该是蛮明显的 他是比较照顾你 你和他一起的话 慢慢的成长 我觉得对你的话呢 有严格 但是也有放纵 会觉得说你要去努力的地方 还是要努力 他只是说掌控你的大方向 不会让你特别的辛苦 特别的累 不是说那种一味的纵容和溺爱 那当然来讲的话呢 就是 也会是非常可靠的 帮你去走一些捷径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做事情非常的负责任 非常的认真和可靠 你和他在一起 我觉得说呢 就是你的能力啊 眼光啊 魄力啊 都会比得越来越强 工作能力会更强 更成熟 然后个性上的话 我觉得说呢 就是会更加的 就是有耐心 然后同时也会给我感觉说呢 是属于这种成熟 然后而且就是说 有魅力的这种状态 那我会觉得说 一方面来讲 这个人是在对你的这种 一开始这个偏爱里面 有一种成长系 养成系的这种心态 然后刚刚一时的话 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想要去偏爱于你 给你爱 所以一开始的那种喜欢 不一定说 非常非常的深入 但是的话呢 养成系 它的一个魅力点 就在于什么 就是在于说是 当他隔一段时间 再去看你的时候 发现你成长 蜕变成了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你 他会再次爱上新的你 然后的话呢 又更加的欲罢 不能一点点 所以他的话呢 就是会不停的发现 你的新的那一面 新的可能性 然后对你就是 无限循环的这种上头啊 然后以及说 宠爱的这种状态 好 然后我们继续 再往后面去看看 这个人的话呢 他能够为你带来什么 好不好 然后我们积极的 然后再去抽 我们的神语卡来看 哇 出现了这个跟牌啊 丰盛的根源 所以这人给到你的 这种照顾的话呢 真的是以可靠的 这种类型为主 所以他会说是 去促进你的成长 想让你成为一个 更优秀 更好的一个人 但是他并不会说 是只给 不让你自己去历练 你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会觉得说 对你事业上的 个人能力的提升 非常的有帮助 但是他真的不是 属于那种说 我爱你 然后我把这些东西 给到你就完了 我们常说 受人以鱼 不如我受人以鱼 对不对 那他的话呢 就是想要给到你资源 锻炼你的一种 行为方式 锻炼你的能力 锻炼你的魄力 然后的话呢 我们说的 养成细的爱 就是他会成为你的 一个根源的 这种支撑啊 是一个丰盛的根源 他会为你的话呢 提供供养 为你提供资源 想要让你变得 更加的优秀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默默的帮你 你不会反感他 虽然说呢 对方是一直督促着 你去向上走 但是的话呢 你也会感觉到说 是不带约束的 因为这个根 它其实是一种 自由发展 它是一种说是 在你需要的时候 为你提供 但是的话呢 它又不会限制于你 也不会让你讨厌 那你们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话呢 就是你接受 他的帮助之后 你的视野是 突飞猛进的 这个状态 短时间之内 就会有很大的 这种提升 然后你给到他的这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说是 你越来越优秀 他也会越来越上头 越喜欢 就是刚开始 他可能说是 只是想要给到你爱 但是不会想到说 是一定要给这个关系 一个结果 然后后期相处久了 他就会是有一种 说是 一点一点的 然后整个人沉浸其中 越来越会觉得说 你们这份情感的话呢 是他非常想要的 喜欢的 渴望的这种状态 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会害怕有压力 就会担心 就是说 会不会谈恋爱 多了之后的话呢 更像是合作啊 谈生意 而非爱情 但是的话呢 跟这个能量就是说 你可能有时候肉眼看不到 他的这种情感的作用在哪里 但是的话呢 一旦说是离开一点点 你会立马感受到 这种口渴的这种感觉 你就是想要去拥有 想要去得到 然后的话呢 是感觉到你的身体和灵魂 都有被得到滋养 这张牌面上的话呢 就有很多这个水元素的能量 也就是说 你们两个人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这种说是充足的这个 充足的这种情感 而且的话呢 它会说是洗涤你的内心 然后真的会让你有一种 说是重生的这种情感 重生的一种状态 然后过一段时间 你再去看自己啊 看自己的过去啊 你会发现截然不同 你的朋友们也会发现 你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这张牌的话呢 就会给我看到说是 你像鲜花一样盛放 因为对方给到你的 是充足的养分 你会感觉到 自己在爱的帮助之下的话呢 越来越像一朵漂亮的花 出于你而不然 而且的话呢 就是娇艳欲滴的这种状态 所以你们如果是 事业上认识 也会有事业上一种 依赖的关系 然后我会觉得说 你会依赖于他呀 因为这个人的话呢 可能他是已经 蛮优秀的 已经蛮成熟的 获得的能量是极高的 具有权威感的 这种状态 所以他是受到了 很多这种认同和尊重 你的好奇心 你对他的这种依赖性 也会同时的话呢 能够促进于说是 你们这个关系的发展 和长久的一种 说是更进一步的这种接触 你在对方心里是很灵动的 是他想要去认真保护的这个状态 而且他也是非常认可你啊 他会认为这说呢 你确实是这种说是 很聪明的人 点一下你就透了 点一下你心里就知道说是 要去如何去做 如何去改变 所以他其实就是说 永远是想要去成为你力量的来源 然后的话呢 给你信心 给你支撑啊 然后的话呢 你就会感觉到说 自己在被一个说是 具有方向感的爱意 呵护和守护着的能量 你会觉得说自己的话呢 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知道自己要去 如何去走 如何去走向 说是这种 有力量的这种状态 你会感觉到说 自己在其中掌握权力 然后的话呢 非常大胆而自信的 去拥抱你的权力 你会发现自己 真实的一个能量 是非常巨大的 就是你会 之前的时候 你以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自己 然后能量是弱弱的 和他相处 和他接触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 其实不是 你的话呢 是一个爆发力极大的人 然后你只是需要一点时机 只需要一些机会 一些提点 就能够说是变得更加的优秀 我会觉得说 这个人 他就是给到你需要的机会 给到你需要的一个资源 然后你们之间的互动 是非常频繁的 那我会觉得说呢 他就是能够帮助你化解困境 然后给你光明 给你指引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呢 自己好像是周围的能量 都是正向而积极的 也会觉得说 自己的话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感受到被进化 被力量包裹 然后也会说是充满力量 每一天都是积极向上的 因为觉得说 自己每一天都是这种 非常拥有力量感 也许说会有一部分朋友 当下的话呢 觉得自己好像整个人软绵绵的 没有什么力气感 但是的话呢 从这张牌当中 我能够看到就是 对方给到你的这种爱啊 帮助啊 是无私的 没有要求你去回馈它 所以整个人 其实并没有有压力 然后的话呢 我会觉得说 你们两个人的交集的话呢 是这种相处过程当中 会有更大的这种爱意的提升 然后你会在对方的 这种帮助之下的话呢 拥有到这种力量感啊 然后行动力啊 都是超级强的 然后你会得到行动 得到发展 会发现自己的话呢 在未来的人生方向里面 充满行动力 就是有时候的话呢 不敢轻易去走的原因 在于说是我们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啊 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也不知道自己的可能性在哪里 但是对方给到你的这种 爱意和呵护的话呢 会让你明确的确定 自己是未来可及 好像就是说 可以整个的去往前 大不流行的去往前走 过去的话呢 可能一个人也是在去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的话呢 却会是觉得说 有一点孤单 有一点落寞 然后的话呢 好像就是也会往前走 但是就很难过 想要去频频回头看 但是他给到你的爱的话呢 给到你的帮助 是为了让你整个人 拥有力量去朝前走 去向前跑啊 你会说是非常有热情的 去拥抱新生活 拥抱你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你想问 你如果说 也不是你想问 主要是我想说 他能为你带来什么 他能够为你带来的话呢 是这种说是全新的这种开始 是整个生活当中更多一个可能性 因为的话呢 就是可能无限 这些东西才是吸引着我们去 无限的与对方亲密接触的原因 就有的时候有结果 不一定会吸引起我们的好奇心 比如说我们可能知道 自己在未来某一天 都会说是被埋到地底下的时候 你可能会瞬间想到 那我还不如现在就先躺平了吧 提前预知结果 关注结果 并不一定能够造成很多行动力 我们的人生的话呢 就是无限的体验 无限的可能 在体验当中 尝受可能性 然后以及在是 发现自己的可能性之后 然后去付出更多的一个行动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才是有意义的 它才是说 让你会认为自己的人生 有超级多重要的事情 可以去做 所以你们这个关系的话呢 我觉得说是一个促成的作用 让你会发现 自己人生更多的一个 可能性 你们的话呢 我会觉得说啊 虽然你可能一开始觉得说 两个人像朋友 但是的话呢 其实他是非常炙热的爱意 然后的话呢 看到你他就会怦然心动啊 他这明显就看起来的话呢 不太像是说 这种说朋友的这种情感 他迟早会把这种爱意 汹涌的爱意去释放出来 想要去提升你 让你变得更优秀 让你变得说是成长更高 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呢 我们继续来往后面看了 我接下来再看的内容 就是说 你在对方心里的一个位置 是如何的 好不好 看看你在他心里 是有怎样的那种位置 哇 权杖石 他又把你的责任和压力 放到自己身上 因为权杖石的能量出现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说 是这个人满满的一种责任感 他会觉得说 你所有的需求啊 所有的诉求都是合理的 甚至说你没有讲的 你没有说的 他都想要去为你达成 为你完成 是一种说是全身心的 在去考虑 你们未来更多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他在去面对 你们这段感情的时候 他是有压力的 没有办法去放下 很多的一种责任感 心态感 一个是因为说 如果他在爱情当中 投入很多的时候 那他势必是会要去 思考一些未来的责任 压力等等事情啊 那同时的话呢 也是证明他 确实有在去深深的 去爱到你 就是说他把你的责任感 你的压力 放到自己身上了 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就是达到了一个 十号牌的一个位置 十号牌就是要转化 就是有一种说是 想要稳定下来 因为这个 这么多的权杖 多多少少会有一种 说是盖房子的这个感觉 那肯定是盖房子 要逐渐家庭了 对不对 所以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就是一个说 可以去步入家庭 长期相伴的 签订契约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他会对你的话呢 一直处于痴迷的一个状态当中 会是想要说是为这个关系 建立更多的一种说是 可能性 但是也会害怕自己对于你的情感 喜欢会不会约束到你 这些东西会让对方感觉到说是有一些不安焦虑和紧张 就是这种不安的感觉 其实也会提醒他 他确实是喜欢你的 在意你的 所以说会在过程当中的话呢 是一个说想的会比较多 想的会比较长远这样的一个类型 好吧 你在他心中的位置极重 让他会觉得说呢要去拥有所有要去拿出所有的能量来呵护你 来照顾你 心碧的适者 这人真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恋爱对象 因为心碧适者的话呢 一出现我就会觉得说这人的爱是务实的 是可靠的 是付出的一个类型会许多一点 这个人对于这个感情的话呢 他是很谨慎 很认真负责的状态去处理 就是属于那种说想的非常的长远 非常的久远 不会说是只考虑当下 他不会是说当下一时爽 然后就一时开心不够后续 他是会因为一时爽而想的特别的长远 不会说是觉得快乐三分钟就完事 他会思考说是如何快乐一辈子 那这个人的话呢 面对你们这个感情 他想了好多好多这种责任感 心碧适者也是这样 然后就是定一个感情关系的长期计划 是要去有目标的去前进 然后最好是能够去达成某一种契约性 他会觉得说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可以说是没有目标性 一定要是让你的话呢 在其中心态是放松的 是轻松的 他想要为这个关系背负更多一种责任感 也就是说呢 他希望他给你的爱 是可以让你去在其中啊 感受幸福和快乐 不必说和他一起去承担压力 带来一张牌吧 还有星碧琴 你在他心里真的会是有一种说是 养成器的这个心态啊 然后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人看你真的有一种看小孩子 他会觉得说你是有潜力的人 差了一点时机 差了一点机会 所以他就想要说是给到你时机和机会 然后的话呢 我觉得他的爱是说的少一点 但是做的会很多 而且说呢 就是他给你的这种爱的帮助的话呢 就不会让你觉得说有压力啊 不会说是让你觉得说 哎呦好痛苦啊 好辛苦啊 我是不是要回报给他 他是一种说是很低调的爱的帮助 你会觉得说呢 也许这是我靠我自己 但是其实确实对方给你很多 也许说是你需要一点时间 回头看才能够去看到这个人 他的实质性的这种帮助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很多能力可能会比你强 但是的话呢 也许说对方 他在年龄上可能会是一种禁忌 可能是一种阻碍这种感觉 在啊 但是的话呢 我有感觉到这个人 就是不停的去感受到 上天给他的指引和呼唤 因为他就是想要去帮助你 为你提供动力 为你提供资源 想要说是为了你而努力 我就说呢 就是你们未来 无论说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困境 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啊 那么的话呢 只要用心祈祷 对方的话呢 一定能够去感受到你的期望 说不定你们相遇的时间 就是你的人生的一个低谷期 他会是像一个奇迹一样 来到你的身边 为你提供动力和帮扶 在你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就会说是帮到你啊 因为他会是时时刻刻的关注于你 看着你的一举一动 看着你的更多一种可能性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人的一个状态 好吧 然后看他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的人呢 好 力量牌在这里啊 非常热情 然后同时的话呢 与你相处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比较的懂得适软的 就是你的在爱情当中的一些行为方式啊 套路啊 他是会去为你让步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啊 无论他是女生还是男生 你们两个人就是合作共赢 就是也许一个人的话呢 在外都是很强硬的这种状态 很坚强很有原则感 他面对对方的时候都会说是根据对方这种状态去妥协一点 两个人都很优秀啊 你和他都很优秀 尤其是他这边的话呢 他很优秀 但是他会在你面前示弱 会想要让你的话呢 在他那里有一种自信心存在 这人会帮助你 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人也许他会有其他选择 但是的话呢 他心里最终选择的就只有你 只想说是给到你一种说是 呃满满的这种呵护的这个能量 然后的话呢 我觉得这段关系可能看起来有挑战 但是其实真正去尝试之后 他里面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小的 就是这个关系最终来讲的话呢 你和他之间一定说是比较合拍的这个状态 他这人非常有才华 因为力量在这里的时候 就证明对方是一个非常具有领导力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才华甚至超过了他的年龄 就是在某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说是这种压倒性的一种存在 非常的受人矚目 但是的话呢 你遇到他之后的时候 他则会是向你收起他的这种光芒感 然后在你面前就是很低调的这种做人的一个状态 不想要让你和他相处的时候 有很多这种压力 然后星辟四人逆尾 这个人说实话呢 他是让我看到说是一个很努力去赚钱的一个人 但是他有在去为你尽可能的去付出 去释放这种状态 他是能够说是被你身上的这种温柔的磁场去驯服 就是你能够去驾驭他呀 对方虽然是一头狮子 但是的话呢 你的能量能够让对方就是乖乖听话 不会说是你出现之后他还那么的嚣张 他是说所有的一个柔软的姿态都会是向你展示出来的 然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话呢 对他来讲既合适又会充满了这种挑战感啊 所以我觉得说呢 这个人对你就是永远是没办法抗拒 欲罢不能的这种状态 他是被动性的开手 被动性的开始 但是的话呢 又会是乐在其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就抽这一张牌吧 因为他在最上面 虽然那张牌也不差 不过我们保持队形啦 然后抽六张牌卡好了 然后这里的话还是一个节制牌 节制牌的一个能量的话呢 就是两个人互动性会很好啊 疗愈感很好 这种状态 他真的能够去疗愈你的内心 就是也许说他不擅长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会为了你而调整而改变 所以这个人永远他就是那种偏爱 会让你感动 偏爱会让你觉得说 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 是重要的 他这个人的话呢 我会觉得说 是喜欢这种温柔的 对他有照顾的一个类型 然后我觉得你和他相处就是 他虽然很成熟 你也的话呢 是给他感觉是那种温柔的 成熟的能量 就是不需要说是年龄上的这种成熟 而是相处模式上当中 给到对方的这种爱意和温柔 会让你们觉得说呢 就是这个情感是自己需要的 是自己想要去守护的 自己想要去得到的 你们关系当中也许说是阻碍蛮多 但是跨越的距离再遥远 都不会说是拦住你和他 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话呢 就是互相给对方力量帮助 然后的话给对方勇气 我觉得是一个说是像一个守护的能量 真的让你和他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只是说呢 你变得越来越好 有他的帮助 他变得越来越好 有你的帮助 但是最重要来讲是 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 就在于说是 他是为了想让你好 而督促自己 鞭刺自己变得更加的好 就是他是会为你 然后成为一个说是 更加具有接风挡雨 类型这样的一个人 也许说没有你们之间这份情感话呢 他会是懒懒散散的这种状态 但是因为你 因为这段关系的缘故 他会想要说 我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成为一个说是 很强大的人 很有勇气 然后能够去挑战非常多的阻碍 甚至说是困难 你们之间的一个阻碍的话 在一起之后 不会有那种很强烈的 这种犹豫的这个感觉在啊 你们之间关系的话呢 也许说过去会有很多一个辛苦啊 不顺利 但是的话呢 其实这个情感 给我看到的话呢 就是说 合适还是比较多一些 因为就是内心认为的这种合适感 而不是说 他人眼中的这种合适与不合适的这种心态啊 好 然后我们继续来往后面去看 你们的故事会是如何的发展呢 看看说你们的小甜蜜是怎样的吧 哇 替张牌还蛮厉害的 因为抽到这个说是 丘比特的剑 然后的话呢 就是一下子心里的小鹿 这个小爱心就被丘比特的剑击中了 然后所以说 你们的故事开始就会有一种说是 走心的一个能量 也许一开始真的只是合作相关的一个状态 就是谈合作居多 但是的话呢 谈合作也可以和其他人谈 但是就没有办法去抗拒 我就是想和这个人谈 跨越万水千山 我也要和这个人谈 谈什么谈工作 但是工作谈久了之后 就会动心啊 因为只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情感发生的太快了 没有什么铺垫 会让你们觉得说 它是友情吧 它是合作吧 它是利益吧 但是其实的话呢 是真的是走心了 是真的话呢 有在其中的时候 是因为心动 因为对方 而想要继续的这种状态啊 哇 心动能量好快 也好强烈 所以对方 他之所以能够说是 很狂热的向你靠近 那也是因为他的心 瞬间就被击中了 哇 还有这个灵魂伴侣的这样 这种感觉在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存在 意义太过于特殊了 就真的是灵魂上 契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比较好的这个牌 都体现在你们这了 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精神层面的话呢 一种高度的契合 让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好像有一根 看不见的绳子 拴住了对方 然后在相处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会觉得说 哇 好甜 好甜 然后也不会说是觉得 那种有压力的这个状态 你在和对方相处过程当中 你们两个人都是那种正向的思维 因为灵魂伴侣 他就是会让你和他 都在这个关系当中变得更好 变得更优秀 更优秀 然后一开始 一直以来我们去讲的 就是说 他给你到爱 就有这种养成器的存在 就是有在让你 变得更积极 更优秀 有些朋友如果说 过去的时候 在爱情当中缺乏自信 缺乏这种说是 积极的一个行动力 觉得说 哎我自己很差呀 我没有那么优秀 灵魂伴侣都出现 你们两个人是灵魂是一致的 就是说 它是超越了现实层面当中的状态 也许说 之前的时候 被一些人 伤害了自己的内心 伤害了 说是自己的这种小小心脏 但是的话呢 你的心就会随着 像这样一张凤凰牌一样 然后就是这个整个心 有被疗愈起来了 然后就像凤凰一样 捏盘重生 对方的话呢 把你的心 小心翼翼的去 缝缝补补 你会觉得说呢 也许过去经历的风雨 过去经历的很多事情 都不算什么了 因为他的爱的话呢 是有一个强大的疗愈力 强大的能量 让你会觉得说 破碎的心 再次拼凑到一起的时候 居然完好无损 居然没有任何的这种伤害 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一个地方 看不出破碎的点在哪里 你又忘记过去 像凤凰捏盘一样 和对方开心的 快乐的走到一起 也许说呢 有时候我们不确定 我要如何放下过去 如何开始新的恋情 有困惑 就是因为我们 还没有达到那样一个状态 你知道解题思路 怎么做的时候 你就不会说是注责在那里 不知道如何去走 然后的话呢 这段感情的发展过程当中 只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说 你们是今天三组当中 情感能量 就是最实用的 因为是养层系的 有确确实实 让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变得非常积极 非常优秀 非常的丰盛 连这小女孩 都已经在撒钱了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丰盛到 甚至说是扩绰到 一定的这个程度当中 很完美 很好 然后是新恋情 新开始 忘掉了过去 即使过去 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非常糟糕的经历 有非常不愉快的过往 但是的话呢 你们之间的感情 会让你去抛弃过去 然后的话呢 会让你焕发新生 你会感觉说 和对方恋爱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去照镜子 你觉得说发现自己 整个人这种 样貌都发生了变化 就觉得说 自己光彩照人 然后容光焕发的 好像就是说 做了什么特殊手段一样 但是其实不是啊 只是爱情 有让你变得更漂亮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 去观察一下 也许说呢 有些朋友经常照镜子 就会发现了 工作让我憔悴呀 爱情也让我憔悴 然后原本我是 20岁花一样的年龄 但是我的这个 皮肤的一个状态 有点就可能到了 30多岁了 然后好的爱情 是会让你回春的 不管说是精神层面 还是身体层面 大家不要忘记啊 我记得一直在讲到过 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从精神到身体 都是非常合拍的 所以不管说是精神供养 还是身体供养 其实对方都会做的 还蛮可靠的 不要怀疑对方 是不是年龄大 体力不行 也许说是 不能讲这次 也许说是一个说 依然非常优秀 对不对 水准依然长期维持 甚至说是给你很多惊喜 甚至说呢 依然是 依然是 依然是说很优秀的 这种状态啊 好不好 那我们再来抽牌 看看说是上天给予 这段关系的一个建议 是如何的啊 然后的话呢 好的爱情肯定说是 我们需要去付出时间 付出精力 而且说是你要去相信啊 因为的话 有时候我们不确定 能不能开始 是因为说是 我们没有遇到 大家要去相信自己 怎么会没有遇到呢 我这牌有几张反的 然后调整一下 我们就开始 好 那我们就来抽牌看 天使给到我们 第三组朋友的建议 是什么呢 要多多考虑啊 有些朋友的话呢 已经把爱情的准则定的 就是说 有点固定化了 我们不要给自己设限 人生有无数种的可能性 虽然说呢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只能够在此标准之下 这样进行 这样发展 但是也许说呢 你还可以有新的一种可能性 不要觉得说 自己没有办法去爱了 也不要觉得说 自己没有能量去爱了 然后的话呢 重新选择一些 过去认为说 是不可以的一个事情 在新的一个状态当中 去保持期待 其实我们人生的话呢 不可能说是 毫无可能性 毫无 就是说新的这种机遇 在不久的将来 其实你们这个新桃花 然后就会来到 你的生命当中 它就会狂热的追求于你 让你会感受到呢 自己啊 是被爱的 自己是能够去拥有爱的 你会认为 就是说呢 自己会有一种说 康庄大道啊 就是说即使的话呢 短期之内到达不了 然后的话 三个月内 也是能够说是 来到大家身边 让你感受自己 被满满的充实的爱 拥抱着 环绕着 你看对方就是一个小天使啊 他会抱着你起飞 你会说是 在过程当中的话呢 感受自己是满满的爱 呵护 照耀着 然后你会觉得说自己如此的幸福 过去的话呢 可能要是一步一步一步向前走啊 幸福当中又会带着辛苦 但是的话呢 和对方这个爱情相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自己走的是金光大道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一走 然后就是上升一个阶段 就会觉得说自己是 被这种幸福包围着的 它会是你的守护者 带领着你去往前走 当下觉得说自己在某个状态当中 得不到的爱未来的话呢 就会说是焕发新的这种机会 你会觉得说 其实是可以的 没有说是绝对性的可能 或者是不可能 只要说你给自己机会 给自己尝试 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的话呢 你会觉得说是 爱情就在你的身边 然后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话呢 就是 只要你下定决心和对方在一起 然后的话呢 你就用你自己正向的记忆思维 去转换未来 然后的话 你就能够发现 这段关系 它其实能够超越 非常多的一种可能性 即使看起来的话呢 有些阻碍 但是的话呢 其实真正在前进的过程当中 它是这种飞起来 它是一种守护的能量 它是可以帮助你去跨越阻碍啊 所以有些关于过去的回忆 该放就放 关于什么不自信 也不要说是过度的拿在手中 首先就要去相信自己 是很优秀的 自己能够去拥有到的 是满满的这种爱意 相信自己的自信啊 相信自己 你就会变得很自信 然后你是值得被爱的 这句话的话呢 就是说 一定要先爱自己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因为你是一个爱意满满的人 你的能量超强 然后你自己正向的 很积极的爱 也会来到你的身边啊 然后过去你是把自己的爱 给到身边人了 然后你是爱的付出者 不是爱的 说是得到者 但是的话呢 对方的爱再次的会让你感受到 说是自己是充盈的 自己是丰盛的 自己能够拥有的能量 是超级超级多的 然后也不会说是觉得自己得不到爱啊 相信自己 好不好 那这些的话呢 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的所有信息 然后感受到的讯息 也全部传达给大家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朋友们 可以能够在接下生活当中 然后及时发现自己的幸福 拥抱幸福 大家记得领取好运 加强你的好运能量 希望你可以在人生的方方面面 都顺风顺水 然后好运连连 祝福你们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